在基督的学校里做门徒十百课 第一张门徒的主要职责 在开头这一张 我们要做一点概略的说明 作为下面几张的根基 然后主张地把我们现在所提的 加以教详进的讲解 我们要先引述主的话来概略地看看 做门徒的性质 这一张是相当重要的 你在新约中会看建筑的百姓 有各种不同的名称 从这些名称 我们就可以看出基督徒是怎样的一般人 这些名称大部分是他们自己起的 却有两个例外 基督徒这名称是某些人开玩笑起的 安提亚人本来就喜欢给人起绰号 他们发现基督徒这名字 对于这般信徒是再恰当不过了 所以就称呼他们为基督徒 另外一个名字 虽然不是他们特别为自己选择的 却是普遍地被采用 并且别人因这名称认识 他们过于任何其他的名称 这些不同的名称 也许你还记得 他们是门徒 信徒 圣徒 弟兄 路中之人 中文意为信奉这道的人 而耶稣称呼他们为我的朋友 这六个主 百姓的名称中的每一个都可用来包容并表达某些特别的观念 若是我们把主耶稣放在中心位置 这些称呼就显示出主的百姓是聚集在他周围的一般人 在他周围的就是这些门徒 信徒 圣徒 弟兄 路中之人 以及那些他所称呼为我的朋友的人 我们要专一来 看头一个称呼 门徒 我们所要讲的也不会越过这称呼 这称呼有双重的含义 其含义的一面是光乎他的子民 另一面是光乎主自己 就这那些被称为门徒的一般人 这称呼就说出他们是学习的人 这称呼是来自一个希腊字 其意为学习 不过它含着一种积极的要素 抑制着某种不仅仅靠头脑的学习 也就是说 把所学得的付诸实行 所以门徒乃是一般学习的人 且把所学得的付诸实行 在史图形传中 这个称呼出现了三十次 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那就是说 它是在主离开这世界以后 继续存在的一个名称 这也表示 他们仍然不断地学习 且把他们所学习的付诸实行 我们常把门徒与主耶稣 在地上失联想在一起 可是门徒证明称是在 主离开这世界以后 横涨一段时间仍然存在的 得确 它甚至延续到现在 并且我实在盼望 你们能看见 我们在此时此地 仍是他的门徒 是向主耶稣学习 为要把所学习的付诸实行的一般人 这是就着我们这一面的观点 所看的门徒的意义 我们是蒙照在这时候来做基督的门徒 这名称的另一含义是关于主耶稣的 当然 它的意义就是说 它是教师 是我们所从而学习每一件事的 当他还在地上的时候 那名称教师常用在他身上 而在这一方面 他有四个称呼 即师父或做夫子 拉比 拉波尼 以及主 你大概还记得人家 是用这四个称呼来叫他 他们称呼他为师父 尼戈底姆说 我们知道 尼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约三二节 但是他与所有其他的教师都不同 他不像一般学校的教师 因为他的教训是属灵的 而不是学术性的 而教师 这称呼 本身含着某种非常重要 非常丰富的意义 我们这时候要花大部分时间来看 约翰福音 因为在这卷书里 我们能更深地学习到 主耶稣是教师的意义 在这卷福音书里认识 这次出现了55字 而这词是教师和门徒所常用的 因此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这卷福音书的题目乃是认识 因为它的内容都是关于认识方面的 而主耶稣就是那位属灵的教师 其次 我们要注意 那真理在这卷书中出现了25次 要认识什么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 约八三十二节 所以提到25次的 那真理是和提到55次的认识 互相关联的 另有一个词是和前述二次有密切关系的 就是纳光 它在约翰福音中出现了23次 所以这卷书的主题乃是借纳光认识 那真理 这就替我们描绘了门徒的学校的光景 这一切都是有关于教师这称呼的 拉比这称呼是特别用在主耶稣身上的 在马可福音中 他三次被称呼拉比 在马太福音中有四次 而在路加福音中一次也没有提到 其原因你马上可以看出来 在约翰福音中 他有八次被称呼拉比 比其他三卷福音书提到的总次数更多 从这一点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约翰所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 拉波尼不常出现 他是拉比的强调称呼 你可能还记得 复活日早晨的园中 当主耶稣转过身来叫马利亚时 他便呼喊他拉波尼 这称呼的意思 就是那位伟大的教师 他只有在约翰福音中使用过 可是何以路加福音省略了拉比的称呼 在这福音中 主耶稣被称呼为主的次数 比其他三种称呼的次数更多 路加在他的福音中 对主耶稣所喜爱的称呼乃是主 主人 你若是还记得他写福音的目的 乃是要显明主耶稣 是那位最完美的人 那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他喜欢这称呼 主耶稣是主人 而路加的意思是说 我们都是这人的仆人 我说这些 乃是为了要说明做门徒是怎么一回事 并且让大家知道基督徒的伟大职份 乃是要学习基督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研讨的题目 请问你 什么是你一生中最大的愿望 恐怕你的答案与我的并不相同 在我心中的最大愿望乃是要认识主耶稣 并且这愿望随着年日的增加而加强 对于他我还有许许多多不知道的 关于他我常遭遇许多难题 并且这些难题根本不是头脑方面的 而是属灵方面的 是一些属于心中的难题 例如为时魔主耶稣那样说 那样做事 他为时魔照着他所示的来对待我 他知于我一直是纳摩深奥 而我是多么盼望能认识他 认识主耶稣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我们现在所说的并不是一些新奇的资料 而是古老的且是大家所熟视的圣经 可能有人想他已经十分明白约翰福音了 也许你真是如此 我可不是这样 我始终发现这卷福音包含着 比任何我所知道的事物更深的真理和价值 我仰望主使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都能明白这一点 前面所说的都是比较偏重门徒方面的 至于这位教师本身又如何呢 他叫的是什么科目 每位教师都有他自己的科目 有的教神学 有的教科学 有的教哲学 或艺术或机械 或各种其他的事物 而主耶稣的科目又是什么呢 我倒是希望你们现在都回自己的房间 个人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答案 我想若是等于会念出个人的答案 那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答案乃是他自己 他自己就是他教导的科目 耶稣永远是他自己要教训的题目 他把每一件事都说到他自己身上 他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约十四六节 我是好牧人 约十十四节 我就是生命的梁 约六四十八节 我就是门 约十九节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 约十一二十五令义 他自己就是他的题目 他曾经讲论过许多的事 但他总是把这些事引到自己身上 他对于父说了很多 我们也能从他对父的讲论中对父有所认识 但他总是从父说到他自己 也从他自己引到父 他说 我与父缘为一 约十三十节 他对于圣灵讲了很多 但他总是把圣灵连于他自己 他对于人讲了很多 但他又是把人引到他自己 他喜欢称自己为人子 他对生命也讲了许多 但他总是把生命连于他 并且从不把生命看作他自己之外的东西 他对于光 真理和能力也讲了许多 但总是把他们连于他自己 总而言之 他就是他自己教训的题目和内容 可是我们现在要来看 这种把他自己当作教导内容的方式 带来了一种完全的创新 无疑的 主耶稣开创了一个更新性的举动 当然 有些人不能接受他 因为他对他们来说 太具创新性了 而却有人说 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 约七四十六节 有人曾经为他做见证说 他教训他们正向有权柄的人 不像文士 可一二十二节 他是带进了一种完全的创新 而这种作为是借他对自己的讲论 岂是他自己所带进来 他永远说到他自己 他也是在这世上 唯一有资格这样做的人 因此 门徒的本分乃是要认识他 并且做他照他们去做的事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太十一二十九节 耶稣自己带来蜀天的知识 并且在他里面 我们得以进入蜀天知识的领域中 他所说的并不是仅仅 指于字面上的意义而已 尤其重要的乃是这些 所指明他是如何的一位 每一位真实的教师 并不重在说很多事情 而是重在当他讲说事情的时候 总是带着某些他自己的成分 你在学校的时候 遇过各种教师 我在求学阶段也遇过好机位 有些教师教导我或试着要教导我某些事 也许是算数 英语或是许多科目中的一种 我希望能从那些教师对我所说的话中 学一点东西 而其中的一位 在我记忆中印象特别深刻 他说了那么多事情 但他却同时把某些他自己的成分带给我 我能够说他不仅仅在讲课 他留下某种的印象 他把某些自己的东西留给我 我只能记得他不是因为他教的科目 而是因着他自己 他在我的生命中影响了我 主耶稣就是这种教师 他不只是光讲论事情或某些课题而已 他的题材非常奇妙 正如我们看过的就是父 圣灵 生命等等 但他在话语之外 还给我们更多的领受 当人们听过他的道以后 便说 从来没有人像这人这样说话 是他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某种的痕迹 以至他们走的时候 就把某些东西带走了 后来 圣经上有这样的话说 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路二十四八节 某些东西已经进入他们生命的深处 所以他们能说 我不仅从耶稣学的某些真理 而且在我的生命中 我还从我的教师的这某种东西 我已经被他影响 耶稣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约六六十三节 那就是说 他话的背后还藏着某些东西 在一切学习中 具有包容性并控制性的一个基本问题是 为师魔主耶稣来到这世界 当然 你可以用一处简单的经节来回答这问题 基督耶稣降世 唯要拯救罪人 提前一十五节 那是圣经的话 一点也不错 或者你要说 人子来 唯要寻找 拯救 失丧的人 路十九十节 那也是千真万确的 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话 似乎都可以回答这问题 可是你要把这些经节合并起来看 这时候你就不容易的这完满的答案了 这个问题除了前面提的极点以外 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 我们必须分成两个步骤 来试着解答这问题 头一步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页 耶稣在伯利恒的降生 并不是神儿子的诞生 他的存在 并不开始于他来到这世界 他在未有世界以前 就已经与父同在了 他说 父啊 现在求迷使我同迷想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已先 我同迷所有的荣耀 约十七五节 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存在 不过必定是在时间开始以前开始他的存在 他从永远就与父同在 若是你能确定 圣经中最早的话语的日期 那你就能知道问题的答案 也许你正在猜想 我现在为时谋说这件事 那是因为约翰福音是从这里开始的 并且你绝不能明白主耶稣除非回到那里 太处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约一节 那是这卷书的教训开始的地方 我们是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大的学校 就是永远的学校 我们后面还要看如何把这件事应用到我们身上 但目前我们只需注意这件事 主耶稣来到这世界并不就是他存在的开始 第二步我们要看 他在人的样式中来到这世界必定是和人类有关 他并没有完全脱离他的神性 却以人的样式来到这世界 这就说出他的来到必是和人类之生命发生极密切的关系 这不是围着天使乃是围着人类 他以人的样式来到人群中间 围要教导人 神是在基督里 却来成为人的样式 围要做工在人里面 不仅是围着人 而且是在人的里面做工 神可以不必来成为人的样式 就可以为人完成每件事 但围要在人里面做工 他就必须以人的样式来到 对于我们的问题 完满的答案是这样的 耶稣在他自己里面带来 神所希望人类的这的却从未得着 本来神希望人类的这他从未得着的 他却因着自己的不顺服而失落了他 并且一直没有的这神所要他逮着的 像这样失败的人类是绝对没办法的这他的 因此就需另一等人来把他带给人类 我们在重复的说 回答我们主要问题的答案是这样的 耶稣是在他自己里面 把神所希望人类的这的带给人 而这是人所从未得着的 这就是为时摩耶稣的教训 和他的作为连在一起的原因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当耶稣说完某些事之后 他就做些事来证明他 他从来没有说到任何关于他自己的事 而不做一些事来证明 他岂不说过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约九五节吗 于是他就把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的眼睛开了 他岂不也说过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约十一二十五令以吗 于是他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就这样他总是把他的话语和作为连在一起 把他的工作连于他的教训 他不只是讲论 而是在讲论的同时随着他的作为 这仍是他今日的法则 也是你我必须明白的 我希望这些日子 我们就能有这样的学习 同时盼望不仅有话语 也有他的作为随着他的话语 在此我们顺便提一件事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这位伟大的教师身上有一些事是很不寻常的 你曾否注意他所拣选的门徒是怎样的一般人 为什么主拣选这一类的门徒 他们是怎样的人 他们不是当时一些伟大的学者 也不是具有大学学位的一般人 我想我们可以说 大体上他们是一些拙劣的人 并且似乎脑筋迟钝 他们总是把他所说的话领会错了 或者不能抓住其中的要点 他们也常常忘记他对他们所说过的事情 以至他后来需要提醒他们 或者借着圣灵使他们想起这些事 保罗对哥林多基督徒的描述 很可以用来说明这些门徒 你们蒙罩的 按着肉体 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临前一章26到27节 神这种做法并不是这世界处理事情的法则 如果你是彼得 雅各或约翰 你在这世界的高阶层上 不会有什么地位的 他为什么要拣选这些人 因为在他们里面有足够的地方容纳他 所要带给他们的 他们并不是已经富足或强壮的一般人 从某一角度来看 他们给他最好的机会来把他们所没有的给他们 基督在世的日子 那一般已经有的人从来没有得着什么 你知道这是何等的真实 他使人空空的来 饱饱的回去 他却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 这是我们所该学习认识的 当我们爬到山顶时 那些该撇在山下的事物之一 乃是我们的无知 你要说 无知的意义就是我不知道 但请你再想一想 什么是无知的特征 那就是我全知道 这岂不正对吗 真正无知的人都以为他们什么都知道 我想起几年前遇见的一位女士 当然 我不以为我是一位伟大的教师 但她对于我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说 我知道 我知道 如果她的生活正是她确实知道的话 那还说得过去 但事实证明她并不知道 对于这种一直说我知道 我知道的人 你是不容易帮助她的 无知的标记就是什么都知道 那也是我们来到山上 实该撇在山下的事物之一 祝 此信息是在瑞士山上的特别聚会所释放的 我们必须是容易受教导的 倒空的 软弱的 自觉愚昧的 也是算不了什么的一般人 耶稣基督的学校充满像这样的人 这是为什么她拣选那些人的原因 我们要记得 我们是她的门徒 每样事情都需要学习 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时在太少 但她是我们中间的拉波尼 是我们伟大的教师 我信 如果我们的心向她敞开 她就要向我们启示她自己 第二章属天生命的兴致 我来了是要教养的生命 约时时节 我们再回头来看约翰福音 因我们已经看过这是一卷属灵教育的福音 其他的福音书 大多是关于历史方面的 是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 工作和教训的历史 而约翰福音是基督在他身位中的属灵生活和说明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卷福音开头是怎么说的呢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14节 这卷福音主要部分 以底下的话作结尾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的生命 约20章30到31节 请注意 第21章是后来加上的很显然的 约翰原是想以20章做结束 实际上他也是以这些话做结束 所以约翰福音是开始于生命在他里头 而以要叫你们的生命做结尾 这福音主要部分有20章 恰位于中间的第10章第10节说 我来了 是要叫羊的生命 这卷福音最开头的话是生命在他里头 中间的话是我来了 是要叫羊的生命 最终的话是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得生命 因此我们可从生命这次得到我们的问题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世界的完满答案 请注意基建是 第一 主耶稣的一切教训和工作 都是关于一样东西 这就是他所说的生命 他所有的教训和工作都和生命发生关系 第二件要注意的是 耶稣曾明白的表示过 要得着这生命乃是一个神迹 并且他也证明过 除非借神迹是无法得着这生命的 另一面 我们要看见 若是要被这生命所得着 也是一件超然的事 第三件 我们当注意的是 乃是神的话已经其事出 得着这生命乃是神一切工作的基础 除非我们有了这生命 他在我们里面不可能做神模式 他要退在一边 并说我不能做什么 除非我的生命在你里面 所以说他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他所有工作的基础 因此现在我们要来看 约翰福音能从其中得着关于生命的教导 请再注意第二十章的话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注意在门徒面前这几个字 约翰实际上是这样说 耶稣所行的这一切的神迹 他是行在他的门徒面前 那是因为他所要教导的乃是他的门徒 他们该学习这些事的意义 因为他们将来要继承他的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除非门徒在场 耶稣觉不行一个神迹 若是有什么伟大的工作要完成 他要四周看看是否有门徒在 他行这些神迹不是仅为了众人的益处 虽然他们可以得着某些好处 例如他叫五千人吃饱 而这些事都是为了要教育门徒 耶稣非常关切 他们到底是否明白 他所做的事的意义 底下我们会看现那是何等重要 我是多盼望 当我使用门徒这字眼的时候 你不要想到两千年前的事 我想大部分在这里的人 即使不是全部都是门徒 是那般学习基督的人 从前那些门徒的主要职责是要学习基督 我们今日的主要职责也是如此 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乃是学习基督 我们现在再回到第二十章的末了两节 圣经 也希望你标出三个词 在耶稣另外行了许多神迹这句话里面 标出神迹 在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这句话中标出信 再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的生命这句话中标出生命 神迹信生命 整卷约翰福音就总括在那三个词里面了 并且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三个词 首先我们要看神迹的意义 整卷约翰福音都集中在七个神迹上 而他们都是经过特别选择 约翰说 耶稣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并且如果这些神迹一一都写出来的话 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约二十一二十五节 必定还有很多其他的神迹 但约翰只选了其中的七个 并把整个学习基督这件事都包括在里面了 新约中曾用四个不同的词来表达神迹 在有些地方 他们被称为奇事说出某些事是相当不寻常 不普通是一件奇妙的事 在别的地方 他们被称为异能 这字眼带给我们某些属灵超然的能力的观念 在有些地方 他们被称为似非而是之事 似是一种矛盾 而却是真的 因为他们与自然界中的次序互相抵触 而第四个用在神迹方面的词是约翰常使用 也是他自己喜欢用的词 他总是称他们为兆头 那就是说 这些工作含着某些比他本身更多的东西 工作不是仅止于他本身 在他背后带着某种意义 他指着某些事物 得确有一个实际的工作 但他却带着一个属灵的意义 并且更是某些东西的兆头 那是约翰在神迹方面所使用的词 这件事我们暂时说到这里 底下我们还会再讲到它 第二个词 信 这是全本约翰福音的要字 在其中出现了98次 在这书中的每一件事都以此为中心 要叫你们信 但什么是相信 这字本身意味两件事 它的意义乃是承认真理 也就是某种反应说那是真的 它是对的 我信它是对的 但它有更进一步的意义 希腊文这个字的意义是 当你相信那件事是真的时候 你就把你自己尾身于说这事的人 在另一处 约翰以另一种方式说明他的意义 凡接受他的 约翼十二另意 那仅是他们把自己教给他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相信不仅仅是一种心智的事情 他乃是把一生都委托于你所相信的那一位 我曾听过格里汉博士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说明他 那时我正坐在他后面的平台上 并且你晓得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 他能把他的重量放于他所站立的平台上 他说 现在当我要走上这平台时 我并不是站在台阶上说 我怀疑这平台是否能拖住我 或者当我走上去使他会不会垮下去而使我掉下来 我对这平台是纳摩 有信心 所以我就走上去 并把我自己教给他 我对这平台没有任何的疑问 我把我整个重量都放在上面 接着他又说 那就是新约所说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意义 所以 相信他就是把你自己交托给主耶稣 现在再看第三个词 生命 这件事把我们带到我们思考的主要题目上 赵头是主耶稣所使用的凭借 相信乃是人对赵头的反应 而生命乃是他们反应的结果 当他们把自己交托给主的时候 他们就得这生命 让我们来看看这生命 它是什么 它的性质如何 它的意义如何 我想你已经知道 这乃是一种 未得着主耶稣的人所没有的生命 此处关于生命所用的词和其他关于生命所用的词是不同的 这不是动物或人类的生命 乃是属天的生命 是只有在神里面才有的生命 这是一种和所有其他生命不同的生命 因为在它里面具有另一种不同的性质 每一种生命都有它自己的性质 因此属天的生命就有属天的性质在里面 彼得说到我们的与神的性质或做性质 有份 彼后一四节 因着这生命 神的性质就种植在我们里面 这种性质和我们天然的性质不同 我们也要来看那性质是如何表现的 但是 要记得生命在它里头 约一四节 它在性质上是否和其他的人不同 每一个人都能看出它的本性是和别人不同的 而这不同是由于在它里面的生命所造成的 这生命本身就带着一个心而不同的知觉 请看看主耶稣 什么是他真正的知觉 这是一件他常论到的事 而且这在他身上是何等的明显 他说 我与复原为一 约十三十节 我常做他 父所喜悦的是 约八二十九节 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是 约十二十五节 在约翰福音中 父是何等奇妙的一个字 耶稣基督每天所感觉到的 就是他与父之间的联合 是那一种存在他们中间的合一 正如迷腹在我里面 我在迷里面 约十七二十一节 主耶稣所感觉到的乃是他和父神 有最密切的联合 那是因为神自己的生命是在他里面 他的生命乃是一种对神有知觉的生命 这是一种在完全和一感觉中对神的知觉 这就是得着这生命的意义 人类从来没有的过着生命 耶稣就在他的身位中 把他带给我们 主不是来论到与神的联合 乃是来活出一种与神联合的生活 而且要把他的门徒带进相同的联合中 我来了是要叫人的生命 这句话的意思乃是说 我来了是要叫他们 也能得着我这种对神与父相同的知觉 使他们也能像我一样有属天的性情 不是神格乃是神的性情 这生命还有另一面 生命必须一直增长 你对这一点知道的很清楚 不论是什么生命 只要它真是生命 它必定会增长的 在你的花园里你可以看出这件事 在人类身上当然也是如此 生命的率乃是不断的有新的发展 主耶稣就是这样的光景 圣经上说 他乃是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来二世节 并且这里所说的完全乃是指长大 他只得以完全 长大是借着诸般的苦难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来五八节 耶稣乃是借着在他里面的这生命的能力而长大 如果我们也得着这生命 我们也必定会长大 保罗说 是我们不再做小孩 却在凡事上长大 福斯章十四到十五令义 只等到我们众人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城的身量 福斯十三节 所以得着这生命实在说来 乃是告诉我们必须长大 如果不是这样 那我们身上必定是出了毛病 现在请注意这些事 一个不同的性情 一个不同的知觉 一个不同的关系 以及一个不断的增长 这些事都明白的表示 在这卷福音书中 现在就以尼哥迪姆为例来说明前面的话 他夜里来见耶稣 我们就把他当作一个相当高尚的人 经上关于他提了不少的事 这不是说他是一个多好的人 但我相信他是一个很诚恳的人 他来到耶稣跟前 并称呼他拉子 义师父 我们知道迷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约三二节 他到耶稣那里去做什么 很显然的 他来乃是要讨论神的国 因为耶稣看出他里面的意念 他知道尼哥迪姆对神的国有兴趣 然而对他们所说的话 含有下面的意思 除非你得找神的生命 你绝对不可能进入神的国 你与我也不可能谈论神的国 因为我们的生命不一样 你如何得着这生命呢 你必须众生 并且如果你没有重生 你并不是活的 因此 我们很清楚地看出 尼哥迪姆当时并没有神国的性质 因为他并没有神的生命 我们中间的任何人 若是要进入神的国 就必须接受神的生命 这生命就是他的本性 接着我们要说 这生命具有不同的知觉 这件事在撒玛利亚妇人身上 显得何等的美丽 可怜的妇人 她想知道生命的奥秘 可是她并没有得着她 她曾经试着要寻找她 而仍没有寻到 因此只能苟延残喘 于是耶稣开始对她说到生命 实际上她是这样对她说 我要给你的水 将要在你里面成为活水 要永流到永生 当你有了我所赐给你的生命 也就是在我里面的生命 你就会发现生命的奥秘 这种新的知觉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约翰福音的某一段的整个内容 都是说到这一方面 在这段的经文中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单独在一边 另一边是犹太人的首领们 他们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 彼此都不同于对方 至少犹太人的首领们 不了解耶稣 他们是何等地不同 耶稣以他的指头点出 真正不同的地方 他讲到神是他的父 他对他们说 你们不认识父 这一切都是因为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约八四十四节 我是从上头来的 神是我的父 他具有对父神的知觉 而他们却没有如此的知觉 其原因乃是他们 没有这生命在他们里面 关于生命的不断的扩展 这件事又如何呢 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中 也有一个关于这方面 很美丽的说明 他说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十二二十四节 在复活中出来的新生命 使我们看见 那个种子增加了一百倍 只要那颗种子是有复活的生命 它的扩展就没有限量了 由于这新生命的能力 就能有不断的扩展 那就是生命的率 亲爱的朋友 所有的这一切事情 对于你我都应该是真实的 因为这就是所谓的 这新生命的意义 我信 我们所能说的这些是 使得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 乃是要把生命赐给我们的这件奇妙的事 显得格外真实 约翰在他自己的书信中说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约一五十二节 所以如果我们有主耶稣 我们就必有这生命 而这生命在这些方面的表现 在我们身上也应该是实在的 这就是永生的奇迹 但愿这奇迹对于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实在的 我们有了神的儿子 我们也就有这生命 正如前面说过的 我们知道我们既得着了这生命 还要得得更丰盛 也就是说 这生命要永远不断地成长 第三章属天生命的特性 我们已经说过 门徒一词希腊文的意思 乃是一个学习的人 但我要对这说法略加修正 福音书原来并非都用希腊文写的 马太福音是以亚兰文写的 在亚兰文中 门徒这词的意思并不是学生 而是学徒 因此我们必须对原先的说法加以修正 门徒并不仅是学生 他们是学徒 主耶稣本身是一个木匠 因此 他不会把自己的门徒当作学生 他多半把他们看作是一般学某一行业的学徒 你也许是工程方面的 或者是法律方面的一个学徒 一提到学徒就表明一些相当实际的事 而说到学生则叫重在理论方面的 主耶稣绝对不希望他的门徒是理论化的 他要他们十分务实 因此他的训练并不是理论的 而是实行的 他乃是围着他的工作 才训练他的门徒 不仅要把他们训练成传道人 更要他们去做工 主耶稣自己不仅是一位演说家 他更是一位示范家 此二者是何等地不同呢 因此主耶稣就带他的门徒 进入葛仲及其实祭的局面中 在上一章中 我们已经提过 约翰在他所写的约翰福音书中 说到耶稣的一切作为 都是在门徒面前行的 他带他们进入实际的局面中 使他们参与当时的局面 而成为该世的一部分 既然主把我们当作他的门徒 我们就必须牢记这点 也许这一点你本来没有想到过 但只要你是与主耶稣有关联的 你就是他的学徒 可能这观念对你来说是新的 但这是时早已存在了 主耶稣正在带领 你进入非常实在的境遇中 并使你在其中学些属灵的功课 你必须学习 如何来掌握每一个境遇 这是非常实际的训练 所以不管有没有名称 事实总是存在的 什么时候我们与主耶稣发生关联 什么时候我们就成为他的学徒了 在新约中 有三方面说到关于门徒这件事 第一方面乃是护照 这个似乎比对十二门徒的护照 更为普遍 圣经 这么说 耶稣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 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 第一个护照是一般性的 主耶稣护照所有的人说 来跟从我 于是有相当多的人答应了这护照 然后他就从这些人中拣选了十二个人 这并不是说其他的人都不忠心或者不合适 但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十二个人 是进入了他们蒙照的真正职务中 在各时代中都是如此 有成群的人不过是主耶稣的跟随者而已 他们都说自己是基督徒 这是在第一章中所提及的各种名称之一 如果你问 你是不是跟随耶稣的 他们会回答说 是的 可是很多这样的人并不是认真的跟随主 主必须得着一般认真的人 因此他就吸引这样的人与他格外亲近 蒙照是一件事被拣选又是另一回事 在启示录中提及羔羊的跟随者就这样说 同着羔羊的就是蒙照被选有中心的 启示七十四节 所以被选与蒙照是有区别的 这是第二方面一者注 第三方面 它使他们进入他自己的任务中 且把重大的使命托付给他们 这一点我只说到这里 门徒被选所要从事的工作是什么 我可以把这句话的实态用现在时来表达 因我们是在同一个时代中 主拣选我们所要从事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他国度的工作 请注意 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 路六十三节 十二是国度的数字 耶稣这样做 是照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样式 这十二支派将成为要来治弥赛亚的国度 十二是国度的数字 主耶稣来到这地上是要建立他的国度 并选门徒或学徒来从事那国度的工作 我们现在来注意一件重要的事 主耶稣事先就知道事情要怎样演变 他也清楚地知道在以后的一生中要发生什么事 他知道以色列人会拒绝他这位弥赛亚 就是这位国度的元首也要拒绝他来到地上所建立的国度 这一切他事先都知道 所以他带着这样的预知做他的功 他早就知道有一天他要对以色列人说 神的国弊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泰尔十一四十三节 他做功时就预知国度要从以色列夺去赐给教会 因此他就拣选了十二个人 这些人是他心国度的核心 他们是这国度的代表 他们称他为主 他们到处宣告说 耶稣基督是主 他们是一般由于神的启示 而看见耶稣基督在神命定中之地位的人 他们已经看现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图尔三十六节 主耶稣是那位新的君王 他要建立新的国度 这宇宙的以色列国有何等大的不同 后者是暂时的属地的国度 而前者乃是一个属灵的属天的国度 我现在不是要专讲国度 而是要指向某一目标而去的 他曾拣选人 现在还在拣选人来从事于他国度的工作 他把我们放在他的学校里做学徒 唯要学习并认识他国度的性质 就是那真正的属天国度 最后一件事 也是我们开始的地方 就是这新国度的根基 就是属天的生命 神圣的生命 现在我们又回到上一章的信息中 当约翰在开头介少主耶稣时 说生命在他里头 于一四节 在这本福音书的正中间 约翰引用主耶稣的话说 我来了是要教养或做人 的生命 约十十节 在此书未了总结时 他说 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约二十三十一节 正如前面说过的 约翰以七个诏头 构成他整本的福音书 就是属灵国度的福音 并且那些诏头 就把国度生命的意义彰显出来 你记得约翰曾说过 他是从很多世纪中选出这七个来 我喜欢来思考约翰 为什么这样做 他说主耶稣所行的诏头 是非常的多 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 我想 所写的书就是 世界也容不下了 约二十一二十五节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 约翰面对着纳摩多的资料 就对自己说 现在我要把这神圣生命的 真正性质和意义 传给那些读这书的人 所以我必须从这摩多的数据中 选出一些最能够说明这生命的 作为这书的内容 于是他把这些资料 从头到尾再看一遍 便说 这是第一个赵头 那是第二个赵头 然后他说 这七个赵头就够了 他就把这七个赵头写在他的书信中 而成了蒋永生的福音书 请记得他称他们为赵头 而不是神迹 虽然他们本身就是神迹 他也不称他们为义能 虽然他们是义能 他也不称他们是大能 虽然他们是大能 他让马太 马可和路加去使用那些称呼 他却称呼他们为赵头 因为他们不是仅指事情的本身 而是指向更大 更重要的事 主耶稣做了公是一件事 他的意义往往是另一回事 约翰说 我想要透过主所做的公 来摸着其背后的属灵的意义 你知道约翰福音中的七个赵头是什么 我们很快地再把他们看一遍 以加深我们的印象 一 汴水为酒 二 医治大臣的儿子 三 在避世大的池子边使酒病的人起来 四 使五千人吃饱 五 在水面上行走 六 使生来瞎眼的人能以看线 七 使拉撒路从死人中负起 约翰说 够了 我只要使人能了解那些赵头的意义 他们就会认识生命的意义 我们现在要来看七个赵头中的 头一个赵头就是汴水为酒 我们读经 约二章一到十一在这件事里面 当然有许多教训 但我想我们只把握其中的一个重点 我们现在是讨论属天生命 这生命是耶稣到地上来所赐的 我们要来明白这生命的性质 我相信我们都已经领受新约所说的永远的生命 但是能认识我们所接受的是什么 就是认识的这永远生命的意义 这生命是主耶稣在他的位格中所带给我们的 这些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 在这段经文中就说到这生命的头一个特性 这个赵头的关键乃是管言习的人的话 你们都承认这人知道所有关于酒的事 他知道什么是好酒 什么是坏酒 他是酒的专家 如果他不能鉴定酒的类别 他就不会被派来管理这言习了 这位酒的权威就在他的断言中 把整个故事的奥秘向我们揭露 他的断言是什么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如果这酒是被主耶稣和约翰用来说明永生的话 那么这生命就具有一个特质 是有别于任何其他种类的生命 每一种其他的生命都是这位专家所说的坏酒 但是除非你已经尝到那更好的酒 不会知道其他的酒是多差 重点是说 主耶稣所赐的生命是具有他的特性的 我们再来看这个故事 要记得这件事的中心目的 是要训练门徒 圣经说 第三日 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取亲的言习 我们不容易明白 维时摩约翰在这里说 第三日 如果你读一读前面的一章 你就要说 哦 原来那一件事是发生在第一天 另一件事发生在第二天 而这件事就是发生在第三天 但圣经不这么说 他只说第三日 难道这有意义吗 有 第三天复活了 临前十五四节 第三天是复活的日子 是蜀天的生命胜过死亡的日子 是生命的日子 第三日 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取亲的言习 当约翰写这些话的时候 是胸有成竹的 因为他始终有一个思想 支配着他的记载 我是照着复活生命的路线而写的 在他的福音书里 每一件事物中 他都说到生命 所以管颜席的断言就说出蜀天生命的关键 在这生命里的特质是与任何别的生命迥然不同的 所以你就能从自理行监读出什么是这生命的特质 这和人类失败的途径是逆道而行的 在此 言习中有人犯了严重的错误 失败了 他们没有预备足够的酒 所以圣经说 酒用尽了 在一个婚言中 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因为在其中酒是一切 没有酒 言习就开不成 结果怎样 每一个人都以责备的眼光望着管颜席的说 哦 你这人真糊涂 事情都给你弄糟了 你该感到羞耻 这个可怜的人羞愧的低着头 这个管颜席的人真是一点光彩都没有了 而主耶稣因着带来的新酒 就挪去了人的失败 消除了一切人类的羞耻 他使这个可怜的人得以再抬起头来 并使他感觉这次研习很成功 而不是失败 亲爱的朋友 这正是属天生命所要成就的 他从我们的人生中清楚失败 他使我们能抬起头来说 我的一生并不是失败 也不是可羞耻的 我们不需要羞愧的垂头丧气 我们能抬起头来欢喜快乐 主所给我们的生命岂不是这样吗 在这生命里面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质 他把这特质给凡接受他的人 如果你认为我是从我自己的想象中 读出某种思想来 那我能向你证明我前面所说的话 都是实在的 我要你们注意 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在门徒们身上所产生的改变 请看当酒用尽了的时候 也就是主耶稣被钉石自驾的时候 他们的光景好像失去了一切 他们在诧异 也许他们那样信靠他是错了 他们都垂头丧气了 他们怕遇见那些知道 他们是耶稣门徒的人 当那一个领头的彼得 在大祭司的院子里烤火的时候 有一个小石女过来就说 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 路二十二五十六节 彼得却回答说 女子我不认得她 路二十二五十七节 这是何等必羞耻 多没有光彩 是的 他们是一般垂头丧气的人 因为他们以为酒用尽了 再看他们在不多几日后的光景 他们抬起头来了 他们可以面对全世界而莫任何羞耻的迹象 他们以相信主耶稣为夸耀 生命有了何等大的转变 在此之前 他们是一般懦夫 甚至怕一个小石女 现在在看看他们的勇气 圣经 理说到官长们献彼得 约翰的胆量 图四十三节 他们由懦夫一遍而为大有胆量的人 本来他们没有脸面活在地上 现在成为一位满具威严的人 他们能在任何人面前昂然站立 他们本来只想到他们自己 而且总想把每件事 据为已有诸如国度中的首位 现在成为一般忘记自己 而且绝不自私的人 只想到主的利益 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他们本来对别人是缺乏同情心的 当那个可怜的迦南妇人来到主身后 喊着求她帮助她女儿时 门徒就说 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 请打发她走吧 太十五二十三节 当主建了一个村庄 那里的人不接待她 门徒就说 主啊 你要我们吩咐 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 像以利亚所做的吗 路九五十四节 也有做母亲的带他们的小孩子到主那里 求他祝福 门徒们就要把他们赶走 在他们心中对别人没有多少的同情 再看现在他们的光景 当主复活之后 生命进入他们里面后 全世界都在他们心中 而他们的心也如同世界那么大 他们带着这个伟大的同情心 到个处去寻找罪人 从前他们不能忍受任何困难 只要情况不太对近 他们就准备要放弃 这话甚难 约六六十节 从此 他们途中多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 约六六十六节 当情况变了艰难时 这十二个人也随时有放弃 跟随主的可能 再看看他们现在的光景 什么是艰难 他们已经大过任何他们从前所知道的事 所有的官长们 整个世界 一切的环境 连撒但自己都与他们作对 但他们仍然前往 他们不会放弃 因为这生命把心得维持的力量 就是忍受的力量放在他们里面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新酒里面 这生命本身具有一种特质 它使他们成为另一般人 是与我们天然的人完全不同的 这生命把基督自己里面的一切 都放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就更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 西一二十七另一 亲爱的朋友们 在原来的陈酒里 没有什么荣耀的盼望 在那老旧天然的生命里 没有荣耀的盼望 这盼望只有在基督所带给 我们的新生命里才有 这生命就是主自己的特质 你看见 在他身上是有某种不同的情形 当官场们注视他时 在他们的脸上显露出极大的不解 他们实在是困惑 也不晓得如何来解释他这个人 他们看见过他的生活 他的工作 以及他的生活及工作的奇妙事迹 他们听见过他的教训 也发现他的教训却是能应付百姓的需要 他们说 这不是那木匠吗 可六三节 但这木匠身上有某种不同的光景 并不是寻常的木匠所能有的 当他在他们中艰行走时 他是何等地卑微 但他在比拉多面前显出的 又是何等尊贵 他们想要使他显得微不足道 但他们对他所做的一切 却并无损于他的尊贵 他在他们身上显出的又是何等的忍耐 他忍耐 到底 主耶稣具有一种与众何等不同的特质 乃是在他里面的生命的特质 只有神的生命 神圣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的特质 才能说明他性格的每一件事 亲爱的朋友们 神要你我都有这相同的生命 这生命已由主在十字架上释放出来 且借着圣灵把他带给我们 现在我们是否明白这生命的意义 在我们这些人身上 必须有某种不同的光景 凡是有理智的人 都该像这位管言席的人一样的能说 这些人是不同的 他们有我们所没有的 在他们身上具备某种特质 我们这些身为基督徒的人 必须带着属灵尊贵的标记 我们不该垂头丧气 没有勇气地活着 我们应当抬起头来 在我们身上该显出真正的胆量 在我们里面该具有受苦的恒人 是的 这生命是有他的特质 我不知道 是人对我们要下什么断案 他们是否要这样说 我们的生命比起他们的生命来 显得纳摩可怜 他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是更好 你们竟把好久留到如今 这是头一个兆头 这兆头是何等丰富 是何等具有挑战性 他把一个大的问题带到我们心中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我们有了这生命 并且让这生命在我们里面自由运行 他就要把这兆头的意义 成就在我们身上 按天人说 我们都是坏酒 但当主耶稣带着他的生命临到我们时 他就是最好的酒 第四章 属天的生命不受时间 空间的限制 在我们还没有继续看第二个兆头之先 我要说几句很重要的话 这并不是说别的是不重要 但是就着我们开头所说的事而言 这件事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所说的属天的生命并不是某种抽象的东西 而是和主耶稣有真实的关系的 耶稣自己就是这生命 而我们不可能没有 他却有这生命 他并不是与成为的主耶稣分开的 如果有人以为我们是在讲论某种称为生命 而与耶稣基督这人无关的东西 那就令我十分难过 生命就是主耶稣介意显示他的位格 这生命是那位属天的人的彰显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有些吹毛求疵的人很容易说 你以生命代替了主耶稣 对于这种的指责 我们已经有了防备 我们所注意的是主耶稣的本身 我们只有借着生命的灵 才能认识他自己 那一位是耶稣之灵的圣灵 就是生命的灵 这并不是说基督是某种被称为生命的抽象东西 乃是说基督本身就是这生命 这一点说过之后 我们就要继续来看约翰所挑选的第二个兆头 读经 约四章四十五到五十四这件事的关键 乃是五十二和五十三两集 他就问什么时候献好 他们说 昨日为食热就退了 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 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在这故事中我们要注意几个特点 头一点 这个加百农人是国王的一个官员 无疑的 他是一个外邦人 其次我们要注意他对主耶稣的礼貌 他称他为一先生的先生 穷迷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 救下去 那是一个尊敬和礼貌的称呼 然后我们要注意他不因主耶稣回答他的方式而跌倒 有时候主似乎以不太仁慈的态度来回答人 我们曾看过在迦南的婚宴上 他是如何回答他母亲的 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于二四节 在另一个场合中 当一个叙利非尼基族的妇人 因着自己的难处来到他那里时 他似乎也没有很和气地回答他 可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而在这里 这人因着极大的难处 非常有礼貌地来找他 但耶稣却这样回答他 若不看现神迹其事 你们总是不信 可是如果你更深入地注意耶稣这些回答 就会看现其中的原因 有时候主似乎相当不仁慈 但他并不真是这样 在他能显出他的人慈之前 有一件事是不可或缺的 那就是我们必须清楚 我们所要的不仅是某种一处 而是他自己 不仅相信他能为我们完成 更是相信他自己 我们是要祝福呢 还是要主自己 主耶稣总是设法使我们要他自己 这正是这故事的情形 大臣对他说 主请迷下去 我所需要的是迷自己 没有迷 我无法前进 前进 这是生或死的问题 主耶稣看出这就是他的灵 他不是要和他争辩存心 或讨论赵头的问题 却对他说 主 迷就是我所需要的 对于这样的光景 他总是要答应的 是的 他有时候似乎是相当不仁慈 那是要试验到底我们的心 是真要他呢 或仅是求祝福 结果这人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请注意 在这里信 这次使用了两次 当耶稣说 回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 底下 圣经便记载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 但是 从后面所使用的信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原先的相信 是带着些许的保留 困难或疑问 我想那人可能站了一会儿 并问自己 如果我不照着他所告诉我的去做 那我便会落到绝望的境地 我最好还是相信他所说的 我要回去 并且相信他所说的是对的 他并没有把自己完全信托在主的手中 有一种相信并不是全心信托 可是最终圣经记载着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这是一种完全的信心 把他自己连他所有的都信托在主手中 这些事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真正的负担乃是关于生命极其兴致 我们不需花很多的时间就可以摸着这个特殊罩头的核心 这是这个属天生命很重要的特点 也是非常简单的 请再仔细地看这故事 我们曾说过五十二 五十三两节圣经是这罩头的药具 这是有关于时间的因素 当耶稣说 回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 的时候 乃是下午一点钟 仆人说 昨天喂食 即第七小时 一褶住 热酒退了 那人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那句话的时候 犹太人的白天 是从早上六十开始 直到下午六十结束 因此第七小时便是下午一点 或许你会记得在福音书中其他的时间标志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 把他的灵交与父神的时候 经上说 遍地都黑暗了 直到身处 即第九小时 一褶住 那就是下午三点 正是太阳照射最厉害的时候 在这照头中时间的因素 是特别重要的 主耶稣在下午一点钟说了这句话 那个人或许还需要从加拿徒步旅行到加百农 于是他开始长途的不行 可能在下午六点当太阳下山时 他不再继续他的旅程 因为当时 在他们那个地方 夜晚是没有人旅行的 因此他必定是 走到某一个地方停留一夜 在第二天早晨再出发 于是他的仆人们前来迎见他 我们并不知道 这些主仆们相遇的准确时间 可是在他和主耶稣相会 以及他和仆人相遇的期间 包括了第一天的其余的部分即晚上 并第二天早晨 这两次的相会的地方有好多英里之隔 需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和距离 可是生命在煞时间克服了这一切 当耶稣说了话之后 这一切的时间和距离就消失了 当耶稣说这句话的同时 在加拿事情便成就了生命进来 显然的 死亡在这孩子身上已经做了相当时间的功 在希腊原文中形容这孩子的光景所用的字 是属于未完全式的 也就是说 他越过越接近死亡 死亡已经逼近这孩子相当一段时间了 当这大臣到耶稣那里说 我的孩子快要死了的时候 死亡在这孩子身上的座位已进完成阶段 所以在这里除了地理因素之外 也有时间的因素 可是当耶稣说话之后 时间和地理就没有了 即使孩子是在六千里之外 甚至在金星上面 也没有关系 属天的生命是一个没有时间性的生命 它是永远的生命 因为是在神永远之子的里面 正如我们所看过的 约翰告诉我们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们怎能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乃是因为他自给我们永生 我们可以以此来试验其他的人 例如印度的护持神的第八化身 或者这世上的其他的偶像 看看他在半里外能否有这样的能力 并看看他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样的事 即使在现场也不能做这样的事 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 就可以享受在数百里或数千里之外的带导的益处 如果我们能认识一点主耶稣的同在和他的生命 那很可能是在于数里外有人带导的缘故 当然 那只是按人所能领会的方式说的 救主耶稣而论 是没有时间也没有里程的 只要他同在 便没有这类的事存在 他是神 而神的一个特性就是无所不在 在同一时间内他是存在于每一个地方 这件事是我们可以试验的 我们为时莫为那些在地球的另一边的人祷告 因为我们信主耶稣是超时间和距离的 那些正在经历死亡工作的神的百姓 可以因着我们在这里与主之间的接触 而得着生命 可惜 我觉得我们这班主的百姓 主的教会 并没有充分地运用这生命的伟大效能 我们必须相信 在世界另一边的人和主亲近的程度 与我们并没有什么两样 而我们到底和他亲近到何种程度 他比手更近 比呼吸更亲 无论他的百姓在哪里 他之余 他们都是一样的 我说过 要摸着这兆头的核心问题 并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但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兆头 主耶稣只要说一句话 所有的时间和距离就都消失了 这位大臣的信心摸着了主耶稣 主就把这信心引发了出来 也把这信心加以试验 他的意思是这样 你是真心的吗 你是否真的信靠我 或者你要的只是兆头和骑士 你真的相信我是谁吗 这一切都包括在这试验的里面 当这人相信了主耶稣 虽然他信的不够刚强 但他接受了他的信心 只是一粒借菜种那样小的信心 借着这个消除了如山一般的难处 这里的重点乃是 信心永远是摸着主耶稣的 他摸着了神永远之子 他是全宇宙之神的儿子 也就是那位远超过一切时间和距离的儿子 这就是这兆头的意义 当我们真是在基督里时 用保罗的话虽然我们相隔有数千里之远 但神把我们看作是一般在一起的人 在主耶稣看来 我们这些人并没有在这国家 在哪国家或别的国家之分 在这宇宙中他自己就是那唯一的国家 因此当我们进入基督里的时候 我们就脱离了自己原先的国家和国籍 犹太人是相当排外的 且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国家和民族 主耶稣却常走出他们的国界而接触外面的世界 这大臣是列国的代表 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 但在主基督里 每一个属地的区别都已除去 在基督里没有英国人 瑞士人 德国人 法国人 或印度人 他是唯一的国籍 这国籍是属天的 他是唯一的语言 这语言是属灵的 他也是属天的家乡 不管我们在这地上原来是什么种的人 在他里面 我们都成为在基督里的一个新人 在他里面所有属地的时间和地方的区别都消失了 虽然也有人想 若能以每分数百里或数千里的速度 在短时间内飞上月球 那是一件多奇妙的事 但在这世界里来往 奔跑总要耗去我们相当多的时间 然而 亲爱的朋友们 就在这时候 在基督里 我们能与在数千万里之外的弟兄们互相交通 这是一个神迹 这故事就是这神迹的兆头 这生命是永远的生命 它是没有时间性的 他不知道什么是空间 当耶稣同在的时候 什么就都同在了 在我们要结束之前 再回头说几句话 约翰告诉我们 主耶稣是在门徒面前 约二十三世节行这些兆头 我们也曾指出 在马太 马可 路加的福音书中 门徒这次的亚兰文乃是学徒的意思 要学习基督 也就是要学习这个伟大的奥秘 我们乃是在这种远学校里的学徒 因此我们就要学习基督 在这方面的意义 的确我们也知道一些这样的事 我们中间也有人有这样非常真实的经历 在数百里之外 别人正为我们祷告的时候 神就在我们这边垂听了他们的祷告 我们能学习这功课是极美好的 这就是耶稣所要教导他的学徒的 他们都能说 多奇妙 耶稣在一个地方说了一句话 第二天就发现 正当那时候且在好几里之外 事情就发生成全了 我确实知道这是初期教会 所发生的大事之一 你在使徒行传中看见这类事情 常常发生 例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外邦人 正在祷告 这时候在巴勒斯坦海边的约帕 也有另一个人在祷告 这二人的祷告都在同时的这答应 而结果他们相聚在一起 并且使主耶稣的这荣耀 亲爱的朋友们 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主实在是把这件事 放在我们手中让我们来运用 如果他是木匠 我们是他的学徒 那么他就把这个工具放在我们手中 说现在去 借着由祷告而得到的 蜀天生命的能力去成就一切 在这故事中 还有很多别的内容 但我们只想把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提出来 我想主已经向我们启示了他的奥秘 而我们所得着的是何等奇妙的奥秘呢 不论我们在哪里 我们都不孤单 哦 正因为我们在这里的祷告 使某些在远处我们所亲爱的 为主受苦的神的仆人们 逮着从主来的帮助 我们要相信 这个病运用这个 也使主的这荣耀 我想这件事就说到这里 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说的不多 也没有花很长的时间去讲论他 但这是圣灵已经启示出来的许多奇妙事情之一 主耶稣是何等伟大 在他没有时间 乃是从永远到永远 在他也没有空间的限制 他是无所不在的 第五章鼠天的生命与从罪和死的捆绑中得拯救 读经 约五章一到十八 我们已经指出 解开这些兆头的关键 可在对这些兆头所产生的反应中找到 在本章的兆头中仍不例外 现在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些特征 首先 我们必须注意在这个兆头中犹太人的背景 这是发生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期 那很可能就是逾越节 若是这样的话 那是犹太人最大的一个节期 这也说出在那时候 为什摩有一群人在耶路撒冷 既然百姓在其他节期可以不上耶路撒林 那么他们上去很可能是为要过于月节 因此在这时候 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大群的人 而这兆头就发生在那里 在以色列的中心地 其次 这兆头是发生在安息日 你可以注意到 安息日这次 在仅仅数节中出现了四次 安息日控制了以色列人所有的生活 而以色列人一切的律法也以此为中心 它代表着以色列人生活的每一件事 我希望你能把这一切的特征 积极在一起 因为我们要借着他们来找出解开这兆头的关键 我在提一样的特征 这兆头的当事人一直有38年之久 处在无助的光景之下 这一点引我们进入各种事情的意义中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把这个人看一看 他是一个受地捆绑的人 他的床铺不过是一个很薄的褥子 他和地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一寸 他是一个十足在地上的人 也是地的一个附属品 但他并不接受那样的地位 他与地以及他的处境一直挣扎了38年之久 我们不需花多大的力气 就可以具体地想象出这人的光景 他时常努力着要起来 挣扎着要离开他自己的床铺 然而他不得不再次跌回到自己的床上 他常回到他原初开始的地方 每一次努力要离开那个床铺 结果总是又落回去 他是床铺的囚犯 那床铺是他的主人 而他在旗上是一个完全无助的人 本来以为能给他安息的东西 却一点没有把安息带给他 他就在这种光景中达38年之久 这足以表明那是多绝望的处境 现在我们还要来看看这人背景所代表的意义 你会看见为什么我前面要提及犹太人的背景 因为这是以色列人在律法之下 38年在旷野的一幅图画 从埃及出来的头一代 当他们到达加南地的边境时 因着不信就被命令转回旷野 在旷野 他们在律法的重担之下挣扎了38年 他们想要脱离他们的地位 却是不能 他们想要进入那地 却根本没有到达 如果他们自己的努力能使他们到达那地的话 他们早就到达了 但事实上 他们兜着圈子转 常常回到他们原先离开的地方 律法的路子只是使他们认识肉体的软弱 他没有给他们安息 他只是让他们看见他们是多绝望的一般人 凡是认识新约圣经的人 在此都会想起罗马书 特别是第七章 你还记得这章圣经吗 这章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可怜的人在律法之下挣扎 他说 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 哦 我真是个可怜的人哪 罗七章十九到二十四另一 这就是在碧市大池边的这个人的写照 我想要做的事 我一点都不能做 我不想做的事 留在路子上 却是一直在做 哦 我真是个可怜的人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我们再回头说到以色列人 你当记得西伯来书常把应许之地称为神的安息 圣经 说到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以色列人爵不能进入他的安息 这样看来 必令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来四九节 应许之地乃是基督在天上的一个表号 基督从死人中复活 当约旦河水漫过两岸时 以色列人必须过这河 约旦河水的掌翼乃是死亡的表号 他们必须经过死亡进入复活的境地 然后神才吩咐约书亚要他上去的那地 这说出复活与升天 说到基督在天上 他已胜过了死亡 并且他的子民也与他一同在那里 正如保罗所说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福二六节 在新约圣经里 我们是处在哪一卷书的地位呢 不错 是在西伯来书里 不过必是大支编的这人很清楚地 把我们引到另一卷书 加拉太书 你必须把整卷加拉太书 应用在约翰五章一至十八节的经文中 什么是加拉太书的信息 首先说到律法的捆绑 以及律法并不能成全什么 反而把每一个人带进捆绑之中 他告诉我们 那些在律法之下的人都是受捆绑的 使徒说 在下的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受捆绑的 加斯二十五令义 那就是在耶路撒冷这可怜的人的所在地 他就是在这在下的耶路撒冷的捆绑中 因此 加拉太书首先是说到律法之下的捆绑 加拉太书第二件是说到在基督里儿子名分的灵 此书信重要的词乃是儿子与圣灵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 这就是在基督里儿子的名分 而这儿子名分的灵就是圣灵 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并听主耶稣说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约八三十六节 你们必晓的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约八三十二节 什么是叫我们从律法的捆绑下的自由的真理 那就是指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那伟大和荣耀的儿子名分的真理 请你再看加拉太书关于自由的思想 在基督里的自由这次书中提到十一次 比在其他个书信中出现的次数加起来还多 基督是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的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邪制 加五一节 还有 弟兄们 你们蒙照是要得自由 加五十三节 这就是因信耶稣基督而有的神儿子们的自由 请再注意 基督这名字在加拉太书中提了四十三次 这是相当特别的 若是说此书说了许多关于律法和自由的话 那么关于基督所说的话更多了 律法在基督里已经不再能捆绑人 他一切的锁链已经因着神的儿子们而被打破了 他们借恩已经的自由 基督已经使他们得以自由 我不知道约翰是否想到这一点 但我实在看出许多存在约翰心中的意念 常是我们所没有注意到的 例如 为师摩当约翰说到必是大池子的时候 他还说在那里有五个狼子呢 这是否像艺术家在他的画上多加一笔 是的 约翰是位文字的艺术家 而圣灵是借着约翰来写这件事 并且五是恩典的数字 不管在圣经中的哪一个地方 五总是恩典的数字 如果我们是正常的人 你我在手脚上都带着这个数字 并且我们的身体有五重感官 是的 每一个人都是由五所组成的 因为神要我们成为恩典的子民 这个可怜的人是在律法的捆绑之下 但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约翰17节 就在那里 在律法的捆绑之下 出现了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的见证 纳摩 这是什么诏头 这是一个奇妙的诏头 这人是一幅真实的图画 代表着一切在律法之下的光景 主耶稣站着高声说 烦劳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太十一二十八节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律法的重担是压在那人身上 对他们来说 这却是沉重的负担 不止这样 法利赛人对摩西的律法 又加上二千条以上的解释 告诉人说 摩西的律法并不是说 你们只需遵守十条诫命 而是说 你们需遵守二千条诫命 在他们一切为人的生活中 没有一点是不应用律法的 都是使他们感到为难的 而这一切都以安息日为中心 你在安息日不可铺床 你在安息日不可拿褥子 你在安息日不可以生活 你在安息日不可做任何事 你也不能行路超过三里 想想看 在生活中竟有两千条的规定 他们每一日 尤其是安息日 所面对的一个问题 乃是你不可 烦恼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的安息 太十一二十八节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使主发出这样的呼召 是因为主以自己代替了安息日 他不再是一周中的某一日 他乃是一位神圣的人物 如果基督复立安息日会 看见这一点 他们一切的制度历史要化为乌有 不 主耶稣乃是神的安息日 他是神一切工作的归结 神在这位耶稣里面 已经进入了他自己的安息 这就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安息 并不是一周或日历上的某一天 乃是一位神圣的人物 就是神的儿子 我们在他里面得以进入安息 并且从前曾经是捆绑我们的 现今却成了服侍我们的 在他里面 我们就能胜过一向所挣扎 而难以脱离的 哦 是的 主耶稣就是那安息日 如果我们活在他里面 我们就不会破坏安息日 每一天都将是我们的魂的安息的日子 哦 这真是主耶稣所完成的一件大事 现在请注意 主耶稣认为他为这人所做的乃是一件非常伟大并严肃的事 当他在圣殿遇着他时 就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约五十四节 现在再回到加拉太书 使徒说 你们向来跑得好 有谁拦阻你们 加五七节 他的意思是说 你们正在回到或者是冒此危险原先的捆绑中 你们听从那些想把你们重新带回捆绑的犹太教师 如果你们真回到那种地位 那你们末后的景况要比先前更不好 从恩典中坠落 要比从来不曾在恩典中更为悲惨 这就是神的话所说的遭遇更加厉害 哦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整个律法的这释放 就让我们行走 且继续行走在我们的自由里 你们向来跑得好 那是比行走更好了 我们不要停止奔跑 我们再来看西伯来书 有两个词一直出现在整卷书中 一个是 让我们 让我们竭力进到完全成长的境地 来五一另一 作者的意思是说 让我们在基督里 在恩典所带我们进入的新地位上 继续前往 另一个在本书中经常出现的词乃是 恐怕 或缘的 恐怕有人施了神的恩 来十二十五节 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来四十一节 那是警戒或提醒的一个词 不是向前就是退后 现在你可以看出来 这一切都是说明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 这生命使我们的自由 拯救我们脱离捆绑 带我们进入安息 并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个伟大而具有荣耀的展望 让我们听一听这个警戒 从此 不要再犯罪了 我们若从恩典中坠落 而重新回到律法之下 那就是罪 这就是从自由转回到捆绑的罪 经上说到在旷野中的头一代以色列人 他们心里归向埃及 图七三十九节 主论到这样的一般人说 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来十三十八节 失去主的喜悦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 那的却是罪 前面说的是关于这兆头黑暗的一面 但在必是大池边的这人身上所发生的事 是具有何等丰富的意义 我对于这件事所说的一切并不是我个人的幻想 因为在此后的新约各处 都证明那是真的 请再看看那些门徒们的光景 他们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 是何等地失败 他们一直想要做对的事 却总是失败 他们也常想不做错事或讲错话 但却常常错了 你们岂不是常为他们感到难过吗 听听彼得对主说的话 我要至死跟随你 当然那是一个好的决心 是一个好的心意 他实在是有这意思 但实际遇到试炼时 他能这样做吗 哦 不 他受他自己软弱的捆绑 但看看这人在五旬节的光景 他和其他的十一个人乃是一般被释放的人 哦 是的 他们是自由的人 不再有捆绑 新约圣经一直启示这个在耶稣基督里从一切的捆绑中得释放的奇妙真理 约翰选择这个照头是对的 圣灵选择 他是十分正确的 他知道在这照头里的一切奇妙恩典的教训与实际 你要痊愈吗 这就是得痊愈的意义 从律法捆绑的国度中被救出来 而进入主耶稣恩典的国度中 我盼望这个能摸着你的心 而不仅仅是一些有趣的教训 哦 我确信 如果你在灵里真的看见这件事 你必在你的脸上站出笑容 在你的心中唱出诗歌 你要唱出 从律法中得释放 哦 和快乐 这就是这人所唱的诗歌 我想他并不知道我们的诗歌 但那就是他所唱的 从那入子的释放 哦 和快乐 愿主带 我们进入那在基督里 自由的福气中 第六章 全族与无穷尽的属天生命 耶稣说 我来了 是要教养的生命 约诗师姐 保罗说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心而活 也就是在神儿子里的信心 加二二是令义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加二二是解 我们所要强调的就是 活这个字 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现在我们要来看基督 活在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件事 我们也在寻求 要明白那生命的意义 和性质的某些方面 为此我们正在详细查看 使徒约翰所选择的七个兆头 他称他们为叫兆头 因为他们是具有某种意义的神迹 并且那意义才是重要的 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 都具有比我们所想象的 更深入的意义 我们可以就着耶稣所行的 这些神迹而下结论说 他行了些神迹 当我们再往下看时便说 他还在行神迹 然后再就着这些不同的神迹说 这是耶稣所能做的 当然 那样做并没有错 然而在这些里面 含着比其表面更多的东西 在每一个兆头里面 都具有一个完整的生命教育 其中的每一个兆头 都含着整个生命的一个奥秘 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 已经看过了其中的三个兆头 并且你可能已经看出 这些兆头累进的性质 在加利利的汴水为酒 显出这生命 与其他生命不同的性质 耶稣所制造的酒 和其他的酒全然不同 并且是更好的 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生命 也是一个具有全然不同特性的生命 第二个兆头是医治大臣的儿子 我们看过 从耶稣而来的这生命 是一个永远的生命 时间和距离对他没有诠释 他在一个地方说话时 在许多里之外就有事情发生 时间和距离被摆在一边 这是超越时间的生命 那就是这生命的性质 这一点对老年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 我们的身体和心思都会变老 但在我们里面 那基督的生命永不会变老 哦 这生命真是具有一个 胜过时间的奇妙能力 其次我们看过 在必是大吃边的瘸子的医治 我们也看过这生命使人 从捆绑中得释放的能力 这生命是一个具有荣耀自由的生命 我想保罗的话能够彻底说出这人的经历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加二十节 这样的话应用在必是大吃边的这人身上 正合适在这生命中有一个伟大释放的能力 在还没有开始讲到另一兆头之先 我们再略做一点说明 虽然这只是读经上的一个问题 但却是必须注意的 我们应当知道 在约翰福音里面 对于主耶稣的作为 或他的教训并没有按照顺序排列 有许多记载 在其他三卷福音书中的事 约翰并没有提到 诸如他的教训 他的工作 以及他去的地 因此 在约翰所记的事情之间 可能相隔着很长的时间 当你读这卷福音时 你会以为事情是一个紧跟着另一个发生的 其实并非如此 例如 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开头就是如此 这是以后 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约五一节 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进了 约六四节 这并不是只同一年的节期 但很可能都是止逾越节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纳摩期间可能相隔就有整整一年 并且在那一年内 一定有许多事发生 是约翰所没有记载的 当你在研读这本福音书的时候 必须记得这一点 现在既然围着底下所要说的话铺了路 我们就要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中 约翰所选择的第四个兆头 请注意 菲利本来说 叫他们每一个人吃一点 但结果是他们都得着他们所要的 唯要明白这兆头的意义 我们要知道其实间和当时情况 此时耶稣所受的欢迎已经达到最高峰 因为第十五节说 耶稣既然知道 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 救着当时的群众而论 他已经达到极其受欢迎的地步 其次 他已经进入他执事的第二阶段 那是一个争论时期 官长们的敌意逐渐增加 他一面是受百姓们的欢迎 另一面却不受官长们的欢迎 紧接在此兆头之后 敌意立刻显明 他发现自己是处在一种正面争论的气氛中 这有两个原则 其乃是他对自己所做的宣告 因为他们不愿接受他对自己做的见证 另一原因乃是他太受欢迎了 因为后来别处曾经这样记载着 祭司长是因为极度才把耶稣解了来 可十五十节 乃是官长们的极度 使他们产生这种的敌意 第三件要注意的是 乃是 从这故事中就明显地看出 有许多人都只是挂着门徒这名字而已 请看本章的六十节 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 就说 这话甚难 谁能听呢 再看六十六节 从此 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 因此 明显地 有许多人只是挂着门徒这名字而已 所以 我们发现面对着三班人物 第一班人 乃是十二个门徒 第二班人 乃是只上述那些门徒 第三班人 就是那一大群的百姓 这就是这兆头的背景 而你必须考虑到这些背景 才能明白这兆头的意义 很显然的 这兆头是用来达成三个任务 他的手艺任务乃是要试验每一个人 这兆头并不是仅止某件完成的事 而是指一件事被设计好 要用来试验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他的挑战 且对他必须有所反应 主耶稣希望这兆头能有如此的结果 这兆头的第二个任务 乃是要把这些人筛一筛 你知道 当主耶稣看出 他们要来墙逼他做王时 他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六十五节 他不是按这件事的表面价值来接受他 他早已看透了他 过不久他向他们说 你们找我 并不是阴陷了兆头 乃是阴吃饼的宝 六二十六令义 是的 所有的这些群众 这一切百姓都必须被筛过 第三个任务 乃是要确认哪些是认真的人 正像积淀的三万二千大军 被神简少成为 极少数的一般认真的人 请注意 他用来完成这个三重任务的凭借 乃是在丙中的生命 耶稣的心意远远地 走在他的举动之前 也远远超过他 借着他所做的来表明 他的意思的诸般作为 关于这一点 我们有充足的证据 证明那是真的 这一点你在本章 圣经故事的开头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从哪里买饼 叫这些人吃呢 他说这话 是要试验肥力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六章五到六节 对于这件事 他早已胸有成竹了 他具有比外面的举动更多的意义 他借这种举动 朝着那种意义而去 什么是他们介意被筛的试验 在本章经文中可以找到这问题的答案 耶稣所要的门徒乃是那些 他能成为他们每天需要的粮食的一般人 如果他们在日用的饮食和主耶稣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 他所要的乃是那些拣选主耶稣的人 这是为什么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的原因 这是一件关于生存或死亡的问题 你们有没有我关系着生命或死亡 我所要的门徒就是那些知道的这 我才是他们的生命的人 因此你看出他是在做筛的工作 请注意下面的经文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 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 就说这话甚难 谁能听呢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约六五十三六十六节 这是这故事最终的结局 那也正是为什么耶稣行这兆头的原因 他曾说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二十七节 他对那些接受的门徒说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那些曾经强逼他做王的群众 不久就要喊着 钉他十字架 当耶稣受审问的时候 那些人的声音在哪里 那时候是相当安静的 不 他们还没有看见 在他们的生命中 他是他们所需要的 因此 他筛出了许多门徒 在那些接受的门徒 和真门徒之间 画出一条明显的界限 而当他们回答他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六十八节 这时候他已经得着了 他行这兆头 所要得着的人 你要注意 再次有三件事 其乃是这兆头 是关乎他到底是谁的问题 他们是否真看见 他乃是从天上降下来神的粮 多数人之所以离去 是因为他没有看见 因此若是我们里面能够得着 耶稣基督的启示 对于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 就是这一件事 使得使徒保罗 能够一直走到他路途的终点 哦 这位亲爱的弟兄 所经历的艰难是何其多呢 想一想他所受的苦难 他所受的逼迫 和他所必须面临的一切反对 想一想 在他一生的末了所说的 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 提后一十五节 是什么原因 使这人能得胜到底 答案乃是他自己所说的 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 加一十六令义 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的启示 成了他的生命 我想我们能说 这件事在彼得和约翰 以及许多其他的人身上 也是真的 对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人 也能成为真的 我们由于圣灵的启示 得以看见耶稣是那 从天上降下来神的粮 而外面的人如何需要天然的食物 我们里面的人照样需要它 这件事常可以从我们所拣选的看出来 例如 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使我们的属灵的食物 而同时又有机会或收邀请客 对某些物质上的享受 那么 那些真实的门徒总 是要说我所要的是属灵的食物 因为他对我比任何属天然的快乐更为重要 这才是耶稣所期望得到的门徒 就是那些以他为他们唯一生命的人 这种情形可用他所用的一个词来表达 就是若不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你们若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 除此之外 别无选择 你找不到别的能代替这件事 只有这件事 否则什么都没有 或者说就是这件事 否则就是属灵的死亡 是的 他要的是那些以他为唯一生命的门徒 有无数的门徒要基督 也要别的 基督对他们不是全族唯一的生命 而主就是要这一群挂名的门徒筛出去 他一直在做这样的事 他在新约时代就是做这样的事 那些临到早期教会的逼迫 乃是他用来筛出这种门徒的方法 并且历代以来 他也用了许多的方法来做这件事 他今天也在做同样的事 哦 神在基督徒当中所进行的 是一个何等厉害的筛的工作 这工作在东方已经开始 并且将要扩展到西方 西方世界无法免去他这工作 无数自称是基督的门徒的人 将被显明他们的本相 因此在基督所强调的这一点上 我们必须非常清楚而有把握 如果基督不是我们唯一的生命 我们将会离去 因为迟早在这试验跟前 我们要站立不住 但在末了 我们要说到一件 叫令人欣慰的事 这是这兆头的奇迹 他在每一件事上 都是从很小的地方开始 在我们的英语本 圣经中有一句话 在这里有一个少年人 九节 但希腊原文说 在这里有一个小孩 可能这小孩受他母亲诧异 带着一篮子的饼和鱼出去卖 以便维持他的生活 那些离家的群众 就对他提供了一个 很好做生意的机会 因此他尽量接近前面 他献上了他的货物 对于将要发生的事 充满了好奇心 结果使他大为惊讶 耶稣把他的几块小圆饼 和几条小鱼拿在手中 祷告之后 他就开始递给门徒 他给了再给再给 不断地给 直到那五千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得着他们所能吃的 并吃饱为止 而且后来还有许多剩下来 耶稣所给的生命是何等的没有穷尽 他是没有中了 也不受任何限制 亲爱的朋友 这并不仅仅是某些我们用来说说的事情而已 它是非常真实的 也许我们会一再 一再地像安德烈那样令人怀疑的乐观的人 我们可能面临一种的局面 并说 哪里会有那么多的饼叫这些人吃饱呢 但主已经应付了那需要 并且永远是有多出来的 也许我们今天已经满了 但明天还有更多的 这一点是很实际的 如果你回到你自己的生活中 你就知道每天都有要求临到你身上 而且有时候这些要求可能是你无法应付的 于是你就说 我不知道如何越过这难关 我也不知道如何应付这需要 请你记得 你有生命的主注在你里面 在它里面有无穷尽的生命 你今天可以过得丰丰富富的 当明天来到时也是一样 直到你一生的最后一刻仍然一样 我求主耶稣使我们在这聚会末了时 祂自己在这种方式里的荣耀 就是求祂使我越讲越丰富 这就是在主耶稣基督这人里面 临到我们的生命的特性 但愿我们学习靠祂而活 我所说的活并不是光指生存而已 我所指的乃是按天然来说 我们绝不可能有的活 第七章胜过天然能力的属天生命 我们这些日子所注意的 乃是门徒训练的问题 下面的经文乃是这事的根基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祂 就可以因祂的明得生命 约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 耶稣在祂的门徒面前行了许多神迹 约翰就从其中挑选几个 使作祂门徒的人能相信 并因此得生命 因此训练门徒最后所达到的境界乃是生命 我们已经看过约翰为此所选择的七个兆头 就是耶稣在祂门徒面前所行的 是用来产生生命的 我们也是主的门徒 所以祂也要以相同的方式训练我们 使得祂对我们的训练所产生的结果 乃是祂的生命活在我们 现在我们来看这些兆头的第五个 读经约六章十六到二十一 这个故事并不长 却是相当完满 因为这是约翰从许多兆头中挑选出来的一个 他既然从纳摩多兆头中 选定了他作为他七个兆头中的一个 他必定认为他是非常重要的 请注意这件事是单为门徒而行的 因为当时群众都已经离开了 耶稣所应付的只是门徒而已 因此这件事对门徒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马太与马可都记载这件事 而且他们所记得比约翰更为详尽 那就意味着约翰自己只是有一个目的 为此他就删减他的内容 只为达到一个目标 但在马太和马可福音里面说 耶稣催门徒上传 这个催是很匠的一个字 它的意思是始变成必须 耶稣使门徒觉得需要上传 在新约圣经中这个催字 另有几种不同的翻译 他们会使你觉得这个字是十分强烈的 你或许记得那一个关于幻血漏夫人的故事 他挤在人群中间摸住耶稣衣上的穗子 他知道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 耶稣周围看看说 谁摸我 门徒说 夫子 众人庸庸挤挤挤挤挤靠着你 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 路八四十五节 在希腊文里面 这里的庸庸挤挤和催是同一个字 你曾否挤在人潮里过 当你挤在一大群人中间时 你是多么办法 如果人潮是向着某方向 而你要朝另一方去是非常困难的 他们催着你朝着他们的方向而走 因此你看得出这是一个强烈的字 另一个例子 乃是当耶稣被抓去受审时 经上说 看守耶稣的人 这句话里就使用了与催相同的一个字 我希望这里没有人曾经被强有力的警察逮捕过 但你如果真有这样的经验 你就知道 你想要逃跑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就这样抓住了你 说 你跟我来 你反抗也是没有用的 他催你走 这就是圣经 记载当时耶稣追门图上 传实所用的字 他并不是以请求的口气说 现在我希望你们上那条船 他却是这样说 我要你们上那条船并到对岸去 你或许以为我在这方面说的太多 但底下你会看见这个字 对这个兆头是非常重要的 耶稣曾对肥利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 叫这些人吃呢 他说这话 是要试验肥利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约六章五到六节 当时他既然知道 他要如何使五千人吃饱 因此 当他追门图上传实 他当然也知道要做什么 那就是说 在他心思里 早已有了一个计划 和一个目标 他早预定好这件事 要成为他们受训的一部分 耶稣总是把门徒们 放进猪斑的环境中 借此使他们觉得 需要对他自己有新的发现 我们看过 这一点在使五千人吃饱的事上 是多实在 他故意把他的门徒们 放进某种的环境中 使他们绝对需要对他 自己有某些新的发现 这也正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中 他所要做的 在湖中所发生的狂风大浪 对耶稣来说 并不足为奇 他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知道了 所以他就催门徒上传 底下我们就要从这故事 本身来看其中的兆头 我认为在这兆头中 含有四个兆头 但我们要记得 一个兆头要比一个 实际的事件含义更广 也就是说 这件事具有 比它本身更深入的意义 另外 我们要知道 主耶稣的工作与教训 都着眼于将来 而整个将来 都包容在这兆头里面 现在我们就来看 其中的细节 这时候耶稣正在山上祷告 在那里带求山 在圣经中都有属灵的意义 在此乃代表高处 因此在这兆头中的 头一件事乃是说出 耶稣已被高举 坐在高天之大者宝座的右边 来依三节 作诗的人预言到耶稣时 说 你以经生上高天 掳掠仇敌 十六十八十八节 是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福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他在天上坐什么呢 西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 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来七二十五节 他在蜀天的山上祷告 为圣徒代求 你以经生上高天 你再为人代求 那就是这兆头的内容 耶稣按着心中对将来的展望 进行他的工作 他也遇见将来有一天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 都赐给他了的实现 我们要说 连海上的权柄也都赐给他了 其次 请注意在海上的兆头 我盼望你知道 海在圣经中 乃是代表这世界和其中的万国 当耶稣呼召在海上的渔夫西门时 他说 我要使你们的人如德鱼一样 太四十九节 换句话说 我要差遣 你到万国中成为的人的渔夫 加利利海只不过是这世界和其人民的一个表号 彼得在五旬节得了一大群的鱼 圣经 中对当时的群众有一句简括的话 从天下各国来 土耳五节 这位伟大的属灵渔夫 在五旬节的日子撒下了他的网 得了一大网的鱼 所以很显然的 海乃是指世界中的万国 但世上的万国是多烦乱不安 海本身就不是一个平静的东西 它总是在改变 而你绝不能对它有什么把握 有时它起了狂风大浪 有时它似乎平静安宁 但它总是非常不稳定 那天晚上门徒们坐船出发时 海面似乎相当平静 但不久就起了变化 你也许记得保罗最后一次航行到罗马 当他们起航时 海面极为平静 但不久照样起了很大的变化 海的改变实在太快了 世上的万国是何等的烦乱不安 整个世界的局势也是何等地不稳定 或许这世界从来没有一个时候 像今天这样的动荡不定 万国都在一片喧嚣的光景中 耶稣就这样故意叫这些人进入海中 前面所说的就是海的兆头或是海的意义 狂风又说出什么 什么是这狂风的兆头呢 它说出有一阵大风在吹着 忽然狂风大作 指邪恶的势力横行在这世界的万国中 空中满了这些邪恶的势力 而这些势力像风一样的引发猪般的事物 来反对神的百姓 这种光景在今天比以前任何时代更为实在 这是一个何等强劲的风吹向着神的百姓 在许多国家中 像苏俄 中国 刚国以及许多其他的地方 邪恶的势力正在反抗着主的百姓 挑起事端来反对他们 但我们不虚亲自去这些国家 就能证明这种光景 如果我们是主的百姓 我们就都能觉察出反对我们的邪恶势力 是的 有一个强风在吹着 是冲着我们而来的 要逆向着他航行的 却是相当吃力的 主也曾对他的门徒说过 时候要到 他们都要因他名的缘故被万民恨恶 他说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约十六三十三节 是的 他已经告诉过他们 事情将要如此 当他们进入万国中间时 他们要发觉每一件事情都和他们相敌对 他很早就知道这一切了 但他仍拆他们进入这海中 其次是他在海面上的行走 我们要注意 虽然耶稣是在山上 门徒们是在海上 他仍知道他们一切的情况 他与他们之间并没有失去联系 他清清楚楚地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这虽然是一件简单的事 却是相当叫人的安慰的 如果他是在天上 我不知道那是在什么地方 而我们是在这地上 即使有这么大的距离 他还是十分清楚我们的景况 他与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分不开的 他们既然在这海上 当然要受这海权势的压制 前此 他们曾在同一个海上 同样地遭遇狂风 那时他们把主教醒说 夫子 我们丧命了 路八二十四节 这一次和那一次是同样的经历 他们在这样的情形下 被这些反抗的势力所淹没 似乎是必然的事 因为这些力量太降了 是他们所胜不过的 按天然来说 他们必定是要被制服的 就在这时候 耶稣走在海面上 要到他们那里去 那天晚上 门徒学到了什么功课 他们认识了 只要有耶稣同在 一切必然发生的事情 都要整个被扭转过来 他超越过一切天然的势力 他的生命要比一切和他想敌对的势力 更具权能 这是他所想要教导门徒们的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件事 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经历上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世上 抵挡我们的是什么 也知道那些反对我们的巨大的属灵力量 而且可能有很多人也知道这故事的另外一面 按天然来说 我们可能多次早就服在这些势力之下 因为这些势力是太具威势了 是我们自己无法胜过的 那在我们自己里面天然的力量太大 是我们胜不过的 要使我们服在我们自己的努力 我们自己的环境 其他的人甚至其他的基督徒的天然力量之下 并不难 保罗曾经和在哥林多信徒的天然力量 厉害地征战过 此外 还有在这世上的天然力量 而所有的这些天然力量 又从超然的邪恶势力的这加倍的力量 也就是在我们自己或其他人之外 另有一个东西在作祟 那恶者激动我们里面 经过我们工作 也经过其他的人工作 并且制造了一些环境 我向你们承认 有一个在新约 圣经中 我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 就是保罗说 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 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 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 铁钱二十八节 我一直无法解释这件事 但你可以看出仇敌要直接反对 在这世上属于主的一切 而且他的能力 所驱使的天然的事情 是你我所难以应付的 我们的却能证明这件事 我们不需要在我们自己之外来证明这件事 我们岂不知在我们里面有一些力量是我们所胜不过的吗 若是主不管我们任其发展 这些力量岂不是要胜过我们病把我们制服吗 是的 湖上的风暴在主百姓属灵生活中 有极真实而类似的光景 但是我所要说的乃是 我们并没有屈服 我们这些主的百姓并没有被制服 仇敌多盼望能胜过我们 有人也一直想把我们踩在脚底下 这世界也很想制服我们 但迄今我们仍未被制服 为食魔呢 是因为我们十分刚强吗 哦 不 绝非如此 是因为我们有十分坚强的意念吗 是因我们说 我是不会被制服的吗 这是仇敌立刻能接受的挑战 哦 不 绝不是这样 那乃是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 就是能在水面上行走的那位 他不需要雨水或风波动 他把这些都踩在脚下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太二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 你们在世上会遭遇许多的狂风 但是看啊 在一切的日子里 我都和你们同在 太二十八二十另一 我们能站住是因为他生命的全能 胜过了世上一切的狂风 耶稣借着他的作为来教导门徒 后来他们就更从自己生活中的经历 和实际的遭遇的这证实 请注意最后这件事 当我们把自己的一生交托在基督手中时 并不是永远蒙保守脱离难处 他却常有意把我们带进难处中 他要催我们上那船 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 但我们却知道主正在带领我们 朝某一方向而去 于是我们就遇到了难处 我们必须这样说 是主把我带进这难处中 我虽在这环境中 但有主负一切的责任 我们可能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 但这样并不是说 此后我们可保没有难处发生 如果你们以为 借着把自己彻底的奉献给主 你就要蒙拯救脱离难处 那你不久要发现并非如此 许多年轻的基督徒都是这样 当我自己年轻时 我常想 只要我完全围着主 主就完全围着我 我也就绝不会有任何难处 这些年日过来 我发觉我弄错了 不 完全交托的人并未蒙拯救脱离难处 但是主却使他们超越难处 或者使我们靠着他的能力 得以从难处中经过 难处并没有毁灭他们 难处在主的手中 反称为主教导他们某些 极其宝贵功课的评鉴 事后他们要说 经历这一切难处是值得的 反管教的是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却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意 来十二十一节 我不知道 当这些门徒到答对案时 说了些什么话 我想 若是有机会在一起交谈 他们会说 哦 这是多可怕的经历 我当时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 但我对基督的能力 学了一个伟大的功课 就是把世上任何东西给我 我也不愿失去这经 因此 我们的属灵教育 乃是在于必须 这个词 因为它是 催子的真实意 它使门徒必须上传 而我们也必须有这样的经历 因为唯独借着这类的经历 我们才发现 我们所得着的是 何等的一位基督 神所赐给我们是何等奇妙的永生 第八章 属天的生命与属灵的看见 读经 约翰第九章 我们曾经指出 耶稣借着叫五千人吃饱的赵头 进入了他执事的新阶段 也就是冲突的阶段 由于那次的工作 引起了很大的冲突 从此以后 他就处于争论的气氛中 当我们来到本章的故事中时 我们就要看见 这个冲突正在加剧 决裂正在扩大中 而最终是完全决裂 在本故事中 对着人的强烈说法乃是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结果就造成了完全的决裂 决裂所造成的两面越过越清楚 越确定 一边是宗教 另外相对的一边乃是属灵的看见 一边是传统 另一边是启示 一边是历史的系统 另一边是属灵的实际 一边是摩西的门徒 请注意他们在第二十八节所说的 你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另一边是基督的门徒 这两边越离越远 他们之间的区别越过越明显 一边是宗教 传统 历史系统和摩西 另一边则是属灵的看见 其是属灵的实际和基督的门徒 这整个冲突和决裂 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 约翰在他福音的开头就说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一四节 一切争论的焦点乃是 从生命中出来的光 你可以从本章圣经 看出这两边前途的不同 就着反对的这一边来说 事情显得相当绝望 你只要把整个故事读过 就会看出犹太宗教的背景 是何等地绝望 在本章末了的话 可以很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耶稣对于整个这一边的宣判 乃是你们的罪还在 宗教 传统 历史系统 以及摩西的门徒 制造了一个绝望的局面 这样说是不得了的一件事 但这不是我说的 是主耶稣下的宣判 你只要把充满争论的几章 圣经 读过 再来看我们下一章 所要思考的部分 就会同意说 整个犹太教是何等的 没有指望 另一面 我们看见的这人 代表着另外一般人 我相信 我们都属于这人 所代表的一般人 也就是能说 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瞎眼的 如今能看见了的一般人 与前述绝望局面相对立的 就是这种奇妙的指望 一个新的希望 已经进入这人的生命中 并且他也已经进入 这个新希望的境界中 我们曾经说过 这两班人之间 整个冲突的焦点 乃是 从生命中出来的光 耶稣说他们都是瞎眼的 而这人本来与 所有其他的人 并没有什么不同 当然 他原先的瞎眼 是肉身上的 但那也是鼠灵上瞎眼的 一个显著的记号 所有其他的人 在鼠灵上 和他一样是瞎眼 但区别希望和绝望的 一件事 乃是 他知道他是瞎眼 而他们不知道 自己是瞎眼的 这就是希望和绝望之间的 关键所在 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他自己说 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瞎眼的 可是其他的人 虽然同样是瞎眼的 却不知道 其中的不同是这样的 这人觉察到 在他里面一个 可怕天然方面的限制 他对于这限制 知道的很清楚 他每过一天 都感觉到他的存在 他每天必须被人用手 牵到同样的地方 去祈求度日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人 乃是一个天天感觉到 自己是无靠的人 与这种光景相反的 乃是另外一般 每天活在 自足之感觉中的人 天然的限制 与天然的自足 彼此发生了冲突 请再看看这人的光景 那些门徒们 对主发了一个神秘的问题 我们不准备来解释他 这人生来是瞎眼的 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 是他父母呢 那就是说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 都以为人的灵 有他早期的存在 并且人来到这世界之先 已经有过一段历史了 这或许是纯迷信的看法 不过我们不想在这一点上 耗费我们的精神 因他与我们的主题 没有多大的关联 他们以这问题问主之后 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了几句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不管怎样 这人是生来就有缺陷的 是的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我们生来的共同缺陷 乃是鼠灵上的瞎眼 不论我们身上的缺陷是哪一众形态 它都是借以显明神主宰全能的机会 这里的缺陷是鼠灵上的瞎眼 但我们都有各种不同生来的缺陷 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事 始终是你最大的难处 你岂不是在主所呼召你的事上感觉 自己是多么够不上吗 你发现主对你有所要求 却感觉你里面没有什么能符合这要求 请你回忆一下摩西的光景 当耶和华遇见摩西 且吩咐他到埃及去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时 他想要逃避这命令 最后没办法 他只好说他是有缺陷的人 可能他以为这摩一来 耶和华就对我没办法 他说我素来不是能言的人 这件工作需要一个雄辩家 一个会讲道的人 我不是这件工作的适当人选 耶和华呀你找错人了 耶和华呀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可以这样去揣摩他在神面前的态度 但耶和华怎样对摩西说呢 谁造人的口呢 如果是我造你的口 我就知道我造的是怎样的一个口 如果我造你的口使你不善讲话 这反而成了我借着你说话更好的机会 我岂不是花了四十年的功夫 要把你的才能倒空吗 这样做是为了使我得荣耀 而不是你得荣耀 这些犹太人说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但实际上他们对摩西是何等的虚谎 他们或许会说莫问题我们能遵行摩西的话 不他们并不是摩西的真实门徒 请再回忆一下耶利米的光景 当耶和华呼召耶利米并给他一个重大的托付 拆他到以色列人那里去时 他的表现和摩西完全一样 他想要逃避这命令 他的理由是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 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 耶一章六到七节 这些例子都说出一些天生有缺陷的人 却给主最好的机会来显明他的作为 若是主要求我们必须公义 我们应立刻说 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罗七十八节 我们应当这样转向他要求的另一面 哦 我并不好 在我里面没有良善 在这件善事上我完全绝望 关于这方面 主在他的话语中说了很多 我们有一卷很长的罗马书 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罗三二十二节 我们知道在这一卷书中的教训是什么 可是我们却常活在这天然的缺陷之下 我可以继续讲许多我们天生的缺陷 我们多半都却知 若照我们的本相都不适合于主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发现我们是这样的被生下来 但能成就主的要求的并不在我们天然的人里面 我们是有这种缺陷的人 而主却因这神迹 照头在我们身上大的安慰 这人是有极严重缺陷的人 他生来就是瞎子 他从来没有看见过 也不知道什么是看见 他自己既然没有能看见的观能 就必须有人给他说明每一件事 耶稣对这种光景却说 这正是彰显神荣耀的最好机会 现在请再注意这件事在门徒训练中的地位 没有过多久 仅仅几天而已 门徒发现了这兆头反面的意义 彼得过不久就对主说 虽然众人都弃绝迷 我总不会 我要至死跟随迷 圣经上说 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太二十六三十五节 气欲气乃是说 我们能做到 你能吗 这句话是要经过试炼的 你知道当试炼真临到时 发现了什么事 夏乙马伍斯的两个门徒 是我们清楚的知道 他们从自以为能的 幻想中清醒过来时的光景 一切的事都远离他们 他们只能说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属以色列民的 就是他 录二十四二十一节 意思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盼望都失去了 这些门徒真是狼狈不堪 他们必须发现他们的缺陷 他们必须被带到那样的境地 他们必须发现 主所要求于他们的 根本无法在他们里面找到 而这发现却是 他们随后的荣耀的根基 我们在五旬节从这些人身上看到厉害的改变 荣耀降临在他们的缺陷上 并加以遮盖 主耶稣的生命供给他们各种新的本能 在基督里 那大能的生命 借着圣灵占有了他们 他们就能坐向来所不能做的一切事 所有三年来 属灵的瞎眼都过去了 他们属灵的眼睛大大的被开启 请读他们在五旬节那天所说的话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 土耳十四节 我不知道当时其他十一个使徒是否同声说话 若是不然 那就是说彼得代表他们说话 而那是一篇带着奇妙启示的讲论 他们对于主耶稣看见了 他们向来所没有看见过的事 好几年前 我曾把彼得的那篇信息分析过 要看他在其中论到哪几个主 若是你也做了同样的分析 你就会稀奇他在其中包括的内容 是何等的广泛 是的 他的眼睛已经被开启了 门徒们不只能看见 他们还能做他们向来所不能做的事 主耶稣的生命使他们达到这样的光景 这是门徒们所需要的训练 基督的门徒应当是这种光景 摩西的门徒并不是这样 他们都在律法之下 且必须一直承认说 我不能 但基督的门徒却能说 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匪此十三节 这就是他在我们里面知生命的能力 也就是我们的着了我们 暗天然绝不可能有的恩赐和本能 这只是福音的开始 你们不要以为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高深部分 它只是每一件事的开端而已 主所交给保罗的托付 就是用这些词句说的 主说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的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托二十六十八节 这就是福音的开始 而且这神迹 照头 必须在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开始 就成就在我们身上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或门徒 必须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能说 我从前是瞎眼的 如今能看见了 主已经开启了我属灵的眼睛 也除去了我天然的缺陷 但这只是初步的开始 仅是在起步阶段 每一个人都能看出在这人身上 进步的迹象 他们问他说 谁开了你的眼睛呢 在第十一节中他回答说 有一个人名叫耶稣 这是相当简单 也是相当初步的开始 后来他们对他说 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 他说是个先知 十七节 那是从有一个人向前跨了一大步 但是在最末了 当耶稣知道 他们把他赶出去 他就去找他 当他遇见他时 就说 你信神的儿子吗 他回答说 主啊 谁是神的儿子 叫我信他呢 耶稣说 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他说 主啊 我信 就拜耶稣 现在他以他为神而敬拜他 又是从称呼他是个人 向前跨了更大的一步 这些情形都是在这个赵头里面 也是各样事情的意义 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生命 有它简单的开始 但那是一个长进的生命 并且那个长进的性质显在对主耶稣 有更完满的发现上 我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之时上有长进 比后三十八节 我不过是从圣经中抽一一些这类的经文而已 当然 这件事是真的 但那些话又是从何而来的 哦 彼得曾经告诉我们 愿送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比前一三节 我们怎样能在恩典和之时上有长进 乃是借着在我们里面复活生命的能力 这是一个在属灵上不断向前进步的生命 现在我们必须再回到开头的地方 你有没有看出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我们曾说到那个大的决裂 说到事情如何区分为两部分 那个决裂是由于有一个人得到了属灵的开启 这一直是形成这类难处的因素 亲爱的朋友们 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 我们可以把他们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相信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话的人 他们也相信基督的神性 以及一切基督徒信仰的基础真理 他们却仍可能是没有属灵启示的一般人 他们仍可能是一般不属灵的人 这样说对不对 是的 这两班人的不同 是和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区别那样清楚 如果主真的开启某些人的眼睛给他们属灵的启示 他们就要遭遇到难处 而他们的难处是从宗教世界来的 在约翰第九章中的那些人都是正统的犹太人 他们相信圣经只要是其中所教导的 他们都相信 但是当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的着了属灵的看见时 他们就把他赶出去了 属灵的启示总是容易招惹他人的敌意 但传统就绝不会这样 正统的宗教绝不会引起难处 但如果你是活在复活生命的大能中 你的眼睛大大的开启 你就要遇见难处 并且正如我前面说过的 这难处将要从那些信主的人而来 对于这种情形 你的态度如何 我们说过 曾经有许多主的门徒说 这话甚难 谁能听呢 并且门徒中多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 约六章六十到六十六节 这条属灵开启的路太艰难 我们不准备要付上这代价 我们不想走那样的道路 因此 主要在这样的事上 再筛出一些人 而唯独那些眼睛实在被开启的人 才是他真实的门徒 求主使我们都成为他真实的门徒 这是一条充满代价的道路 虽然这兆头要引起多人的反对 但我们的眼睛的开 是何等地 宝贵 就因为主使我们能看见 我们就看见 在主眼光中最有分量的人 乃是那些具有属灵的眼睛 能看见的人 因此 在门徒训练的事上 开启眼睛的兆头 也是其中的项目之一 但愿我们都能学习 并认识这兆头的意义 第九章 蜀天的生命胜过 死亡最大的权势 读经 约十四十至十一五十七 我们现在所要看的这故事 乃是主耶稣 在地上的生平与知事的最后阶段 他本来已经离开了犹太 因为犹太人的官长们 想法子要杀他 但现在他勇敢地来到那地方 并且他所行的这最后神迹 及兆头 下童 将使他们更要下定决心设法除灭他 门徒们清楚地知道 他若回到犹太的必死无疑 门徒说 蜡比 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 你还往那里去吗 约十一八节 耶稣知道 门徒也很清楚 犹太的意味着死亡 我们曾说过 耶稣一直对付死亡 葛众形态的意义 并借着生命来胜过 他的每一众形态 首先 在加利利的加拿之婚宴中 久用尽了 他对付了死亡的某一方面 那就是失望和失败 死亡总是带着这种意义的 他以生命胜过了死亡 后来他又回到加拿 加百农的大臣就来见他 因为他的小孩病得快要死了 当耶稣在他所在的地方说了话的时候 那个远在加百农的孩子就得了医治 死亡总是要牵涉到时间 他是在时间里的一个东西 我们死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地上时间的结束 但是在某一个时候耶稣说了话 而在许多里外的小孩就得了医治 若是耶稣当时要从家拿来到加百农 就要花费许多时间 这形成使大臣必须从下午一时 动身直到太阳下山 然后第二天早晨再动身 可是当耶稣说话的时候 所有的时间都被他所消除 他的生命胜过了在死亡中的时间因素 我们也看过他来到耶路撒冷的 必是大池子 那里有一个被他的褥子捆绑了三十八年的可怜病人 他的褥子把他所有的一生与地紧紧地捆在一起 我们曾说过 他乃是在律法捆绑下至以色列人的写照 主耶稣就在一煞时间 借着他的生命 把那人从他整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 死亡就是捆绑 西伯来书的作者 说到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来二十五节 但在律法捆绑形态中的死亡 被基督的生命所胜过 接着我们就随从他回到加利利 我们看见他十五千人吃饱 那几个饼和几条鱼一直增加 直到每一个人都吃饱 而且还有很多剩下的 死亡也说出限制 他是每一件事都受限制 但耶稣却借着生命胜过在加利利一切的限制 我们可以这样说 在他所给的奈兵里面的生命是无穷尽的 如果当时在场的有两万人或五万人 结果仍然是一样的 死亡就是限制 这一点在鼠灵上比在物质上更为实在 鼠灵的死亡是一个大的限制 但耶稣所给的生命除去了一切的限制 接着我们看见他行走在海面上 这就说出他超越了自然率 最大的自然率乃是死亡 如果你绝不会死 那必定是非常不自然了 但是在那狂风尽吹的海面上 耶稣胜过了一切自然率 就在门徒们由于自然的权势而受死亡威胁的地方 耶稣借着生命废除了自然的权势 然后我们又看见他行第六个神迹 就是使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的看见 死亡永远是瞎眼 这一点在鼠灵上比在肉身上更为真实 鼠灵的死亡就是鼠灵的瞎眼 在这方面我们都是生来的死人 因我们一生下来都是在鼠灵上瞎眼的人 但耶稣叫那生来瞎眼的能看见 因此这神迹就说出在耶稣里的生命 废除了鼠灵死亡中的瞎眼 因此我们看见了耶稣对付死亡 在这击众形态中的意义 这些事情的每一样都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作为死亡某些形态的表扬 而耶稣借着在他里面那鼠天生命的能力 对付了这一切死亡的形态 他借着他的生命把死亡变为生命 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七个兆头 而前面六个兆头都集中在这兆头里面 这是独拉撒路复活故事的方法 这是一个总阔性的故事 死亡的葛众形态都被集中起来 而最终被耶稣基督完完全全地对付了 这是为什么这位智慧的圣灵要引导约翰 用这个兆头来包括其他六个兆头的原因 这是符合属灵原则的七包含其他所有的一切 因为如果你知道一点关于圣经数字的话 你就知道七是属灵丰满的数字 当你遇到七时 你就摸着了属灵的归结 我们只需要看看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就清楚了 因为那是一本说到葛众末了的事物的书 其中的每一件事都要达到归结和丰满 而在这书中最显著的一个数字乃是七 有七个教会 七个灯台 神的七灵 末后的七灾 末后的七号 你可以这样的一直看过本书中的七 因为在本书中每一件事都达到了丰满 也达到了最后的阶段 全本圣经都可以归结在这最后一本书里面 这本书的开头提到创世纪神乐园中的生命术 生命的和永流出来 因此 七这数字是属灵丰满的一个数字 而圣灵就照着这原则 引导约翰把拉撒路复活的事迹在末了 因为在这兆头中 死亡最大的权势被主耶稣所胜过 因为他就是复活 他就是生命 耶稣是安稳地行走在死亡所弥漫的气氛中 每一个人都知道 他一接近耶路撒冷就必死亡 这一点他知道 他的门徒知道 其他的人也知道 官长们就等待着他回来 要置他于死地 整个气氛都充斥着死亡 而就在耶路撒冷近郊的伯大尼 拉撒路奄奄一息 最后也死了 但请看看耶稣 他对拉撒路的死的态度 就代表了他对死亡的态度 有人告诉他拉撒路快要死了 而他在灵里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 他也在灵里知道 他自己不久也要死 他怎样面对这局面 请看看他面临这情况时 那安详的态度 他没有惊慌 没有紧迫的感觉 没有惧怕 没有失望 他完完全全地掌握了这局面 并且他如何掌握了拉撒路的局面 他也同样地掌握了自己所面对的死亡 在拉撒路的事件中 我们一点也看不出任何迹象显示死亡的圣 或死亡是主宰者 耶稣对于这一点从不担忧 他能够安详地行走在其间 并向他走去 这是相当感人的一个场面 你有否看出这件事的意义 让我们再说一遍 耶稣知道这几天在耶路撒冷的工会决意要杀害他 因此他知道 回到耶路撒冷必定是死 但他仍然安安静静地来了 没有任何惧怕 他正掌握着整个局面 这一切都包含在拉撒路的诏头中 哦 每一个人都要催促他快一点 他们都认为这局面将是一个可怕的悲剧 是一极为严重的事 他们就不明白 维时摩耶稣并不把他看得那么严重 他是那样地掌握了这局面 以至于他对他来说并不像一回事实的 但是我们说过 有一两件事我们必须注意 就是他必须让人知道死亡就是死亡 死亡乃是一种情况 说出所有的事都是人类一切能力所达不到的 当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所有做事的本领都结束了 耶稣必须让我们知道 死亡的却是死亡 意思就是说 人类尽一切所能的仍然是无办法的情况 那是完全超越了天然的能力和盼望 耶稣非常注意观察 事情是否这样演变 并看看人们知道不知道死亡的意义 这就是维时摩他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 并且在他到达之前又拖了两天的原因 他要使整个情况坏到连盼望都没有了 这是他特意促成的 因为他那时正叫导门徒们一个属灵的功课 死亡就是死亡 并且在这重情况下 唯独那位全能的神才有办法 除了主 没有人能够有任何的作为 发生在拉撒路肉身上的事 既然是一个兆头 其背后必然有一个伟大的属灵意义 过不久耶稣将要受死 那时只有全能的神才能有所作为 除非他亲自干预 就再无前途可言 天然的能力绝对不能做什么 亲爱的朋友 这就说出在基督的死上与他联合的意义 你从罗马书第六章知道 我们已经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第五节 并且保罗在别处也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加二二十节 与基督的死联合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 我们被放进一个完全没有指望的地位上 除非主做事 当保罗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时 他又加上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不再是我 对于大树的扫罗 那是一个何等大的 从前他是一个大我 就是满带着天然能力的 看看他如何逼迫教会 他使尽了他强劲的力量 我们也知道他智慧中的我 大树的扫罗乃是一个具有相当大的天然智慧 以及极多天然知识的人 他具有一个强烈的热心 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 现在这个非常大的我说 我已经钉十字架 不再是我 不再是天然的能力 天然的智慧和领悟 不再是天然的热心 或是任何其他的 不再是我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除非是主 再没有什么事是我所能做的了 哦 教会到现在 竟然还没有学会这功课 我们都读罗马书和加拉太书 但我们和当初以色列人的光景 没有什么两样 圣经 说他们每安息日读神的话 但他们对他们所读的完全不明白 虽然我们手中有 罗马书六章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但请看看基督教中还有纳摩大的 前面说过 当耶稣死的时候 所有一切天然的盼望都结束了 唯一的希望乃是神来到 并使他从死里复活 这就是拉撒路复活的兆头 首先 耶稣必须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死亡 就是死亡 他乃是人盼望的结束 没有人再能对他做什么 拉撒路的两个可怜的姊妹 跟死亡的局面搏斗 想要找到些许的盼望 但他们每一个尝试都失败了 只好接受这事 他已经死了四天了 这是耶稣所必须教导的第一个功课 盼望你们的思路是属灵的 而不是属天然的 属灵的死亡是真正的死亡 在属灵上认识死 乃是旨在没有任何天然的盼望 当耶稣建立了那事实之后 他就转到事情的另一边 显明他 也只有他是复活 是生命 只要他在场 事情就不会绝望 在他里面的生命 超越过整个环境的 这件事在属灵上和肉身上 同样是真实 现在我们必须 把前面六个兆头再看一遍 因为我们说过 他们都可以合并到 第七个兆头里面 在加利利加拿的婚言 我们曾说 耶稣所变成的酒 具有一种心而不同的性质 好的无比的性质 是旧的酒所没有的 管言习的说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约二十节 耶稣所给的生命 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 当然 这件事在拉撒路的 照头的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我们却很容易领悟出来 设想拉撒路 是你亲爱的兄弟 而你却因着他死了而失去他 因着时间的拖延 使得你再没有任何盼望 当时在犹太的死了四天 那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他们说 主啊 他现在必是臭了 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但神却使他从死里活过来 并把他交还给你 你岂不发现 你在复活中得回的他 和从前不一样吗 还记得摩达拉的玛利亚吗 他已经失去他的主人 却在园中在找到他 当他呼唤他玛利亚时 他转过身来说 拉波尼 我伟大的主人 他以前常称呼他拉比 意思就是主人 但现在改称拉波尼 而想要拉住他的脚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曾经失去 我今后绝不能再失去迷 迷之于我比往昔更宝贵 我相信在伯大尼 就是这样的情形 在复活里有一种新的性质 乃是一种完全不同种类的生命 比从前的更为珍贵 因此在拉撒路身上 就包括了第一个诏头 就是在迦拿的婚宴 这第七个诏头 也包括了大臣的儿子得医治的事 我们曾指出 在这诏头中 一切时间和距离 都被耶稣的话所消除了 所有的礼数和小时 都在一煞之间被消除了 我们再回来看看拉撒路的故事 哦 对这些人 时间是何等地重要 他为时磨不急忙赶到 他为什么一直迟迟不来 现在这位兄弟已经死了四天了 时间是何等重要的因素啊 距离也是个重要的因素啊 他的一个姊妹所能说的 最好也不过是 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 他必复活 唯独主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复活 耶稣来到现场 就用一句话 所有时间和距离 都被消除了 在耶稣里面的生命摧毁了时间 他的生命就是永生 因此拉撒路的故事 包括了第二个诏头 那么 在必是大池边的 那可怜病人又怎样呢 他被他的床入和他的病 捆在地上有三十八年之久 那是一个活的死 被律法所捆绑 耶稣就借着生命 释放了那人 在拉撒路的故事中 包括了这情形 拉撒路出来 坟墓再也没有能力 扣留他 解开 让他们走 这就是耶稣所给的生命中 释放的能力 因此 在必是大池边的这人 被包含在拉撒路的诏头中 我们从主使五千人吃饱的事上 可以看见耶稣所给的生命 是何等的无限 他就是那样的继续下去 不断的延续 要延续多久呢 耶稣活多久 就延续多久 就是那么地久 不会再久了 但在这件事上 你所信的是什么 他是长远活着 来七二十五节 我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看哪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其一十八令义 主耶稣所给的生命 如同他自己一样 会一直延续下去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 这个也包括在拉撒路的诏头里面 关于主在海面上行走的是 我们看见在他里面 具有超越一切自然权势的能力 这一点在拉撒路的故事中 也十分明显 在他身上的自然定律是什么呢 那就是死 朽坏 以及这一切所表明的 那就是自然律 而耶稣的脚就踩在这律的上面 他行走在水面上 他把这一切踩在脚下 尽管有这一切自然律 他仍叫拉撒路复活 关于那生来瞎眼的人 他乃是一个生来具有很大缺陷的人 耶稣把握住那缺陷 使他成为显明神荣耀的凭借 而这里的拉撒路也是一个有缺陷的人 你可以这样想 这两个姊妹尽他们所能的 要叫他们的兄弟不死 很显然的 他们是有钱的人 我们确信他们有最好的医学处方 他们为了要使兄弟的病情好转 什么都做了 但他就是天生有缺陷 注定某一天要死的 而现在他的缺陷正在发生作用 像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一样 按天然来说 那是一个绝望的情况 耶稣对这情况怎么说 这并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 虽然死亡可以来临 但他并非最后的定案 最后的定案是属于耶稣的 他把缺陷转变成为他自己的荣耀 末了我们必须注意 所有的这一切在门徒们的经历中都变成实际 你必须再把这七个兆头复习一遍 并看看他们在他们日后的生活中如何被他们所经历 这是耶稣在他自己里面所要带给我们的 因为他说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 亲爱的朋友 如果我们是门徒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 这些就是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中该学习的事情 你回去后 坐下来静静的默想这七件事 你会看现其中的每一件事都在新约的书信中 是耶稣升天之后写下来的 在新约中充满这些事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心中的眼睛的开 使我们能认识他和他复活的能力 并且我们得以从律法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 这一切事就构成了真正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必须问自己 我在基督的学校中有否学习这功课 在我自己的属灵经历中 对于这件事我知道些什么 当我想到你们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认识时 我就高兴 我们并不仅仅是在研读圣经 或者讲论道圣经中的某些题目而已 我们是在论及属灵的经历 我们能和约翰同样说 论道从起出源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亲眼看过 亲手摸过的 约一一节 这一切就是我们所该知道的 因为这是那在基督里之生命的要素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求主 把这件事的意义教导我们 并把我们带进这位大生命的实际中